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基百科 白雪公子 谢谢 PS 折价券就送老师吧 10元折价券 台湾第一家有限公司 这在哪里啊 限台大店 不 你可以拿回去 老师不太用折价券 老师是有赚钱的人 下课可以直接到小福买 今天可以开始使用 我建议你拿回去 好 建议维基百科 各位要知道维基百科 有很多错的地方 因为维基百科可以修订 所以有很多错的地方 光我的专业里面 维基百科就错到很难看的地步 那他的错呢 通常都是常识性的错误 因为大家都这样讲 所以 白雪公主的故事呢 其实原来 这个太详细故事我不知道 这些故事原来是农民 欧洲中古以后的农民 吃饱还没事做 晚上没电视可以看 然后大家围着炉火聊天 然后讲出来的恐怖故事之一这样 包括小红帽啊什么的 还有那个精神分析学家在很早 西方的精神分析学家 很早就研究这个 研究这个童话故事 发现童话故事大部分都是用来吓小孩的 而且童话故事都非常可怕 你不要讲别的啦 我们在台湾讲虎姑婆的故事 各位知道吗 虎姑婆晚上吃什么 鸡爪吗 当然不是啦 对不对 那就很可怕啊 可是还照讲啊 白雪公主的故事 那个小红帽的故事最有名啊 小红帽就是大人不负责任 叫小孩去冒险啊 为什么大人不送东西到森林里去呢 为什么她的婆婆 外婆要住在森林里呢 这都是显现出家庭结构的不和谐 所造成的结果 以及没有社会福利的关系 懂吗 就找社工去送就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社工就穿着红衣红帽 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你只要不要在某个地方出现 红衣红帽是OK的这样 所以白雪公主的故事有猎人 对啦 我只是要讲说那个猎人 什么时候白雪公主跟猎人 发生那样子的关系呢 哎呀 这故事嘛 所以后来呢 就有越来越干净的版本 本来的童话故事 在原始版本都非常的 非常的粗鲁而残忍 所以你看前十年左右就有人翻译了什么 那种格林童话还是什么安徒生童话的原始版 那个都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到现在虎姑婆故事已经被修饰到现在 剩下的那个咬 还有的 他绝对不残忍的 你看我们的人类的那种那种残忍的遗迹 还在那里 他绝对不残忍 那西方的故事里面 所以白雪公主不断重拍 重拍又重拍 每一个时代都有他那个时代的白雪公主 他的权势这样 我觉得那故事不太有意义 真的不太有意义 不管现在怎么拍 都是一个人要去杀另外一个人 为什么要做这事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我觉得这个时代如果要拍 就应该拍出有一点现代感的 都没有 好 那还有加上这个很多人会 现在的电影技术很多有这种特效 所以他也懒得 他觉得为了发挥特效 包括希腊神话也拍的那样 哎呀 好 这个是要回答上礼拜的问题 人生有一个不想通过的考试 那就是死神的考 因为当考试通过以后 那么就会失心的口气到死神那里 你为什么不想说到上帝那呢 死神也是你想出来的 上帝在别人来看 有些人来看也是想出来的 既然都要想出来的话 如果这前提是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当然不用想下去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 那死神跟上帝都是想的 那你何必想超的不想好的呢 半杯水泥 你为什么一定要想那空的半杯 不想说我还有半杯呢 所以到死神那去佛教叫涅槃 你说涅槃什么意思 涅槃就死了 哎呀 这就是没程度 涅槃就是到另外一个境界去 OK 那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境界 这个在佛经里面就说 哎呀你今天在这死掉 明天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生 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宇宙的什么地方 不知道 反正死后世界都是一个谜嘛 到这个历来就有几个说法 一个断灭论 断灭论就死后什么都没有 另外一个呢就有来世论 有的就是什么不断的因果循环 循环 有的就是死了以后 你就上天堂下地狱 一次解决 有的就解决不了 要永世循环 Eternal Return 后来这个尼采叫做永恒 永恒的回归这样 或者有的翻成永结回归 有不同的翻法 所以这个是很多的想象 各位有机会去念念生死学 或相关的书 或你念点社会思想史有关死亡的 那想象非常非常的多 还有地狱可以去的 西方是到地狱去解救他太太 对不对 奥菲斯的故事 那中国人是到地狱去解救他妈妈 牧连救母的故事 那这牧连救母呢 又是从印度来的 所以那个大概都有这种地狱 其实是可以去的 台湾现在还有那种叫坎蒙 或者什么地狱列车 你到某些小巷子里面 新北市的某些小巷子里面 就有这样子的活动在进行 上次电视有播 他叫你戴上一个红布 然后就依照他的指示 你就可以到地狱去游览 大概是当日来回团吧 没有说有去无回团这样 那就麻烦了 所以很多想象 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或者集体的这种幻觉 或者你接受暗示性强 心理医师会这样告诉你啊 你接受暗示性强 那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那就真的是见仁见智 我们这种社会呢 科学很不发达的时候 我们的传统的思维的力量 还非常强烈地抓着我们 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 有些什么科学的解释 同样的事情 有些有科学的解释 有些没有 有些人不从这想 那个我很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看到一本书 叫做把太太错当帽子的人 这本书后来十几年后有了台湾版 那个书非常有意思 那个书呢它是脑神经学家 他发现人的脑部有病变的话 他真的会看到异象或感觉到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 有人就一直要把自己丢下床 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下半身会觉得那跟他无关的 那有一些那个我最近也看另外一个片子 他就说有人那个断臂以后 因为截肢因为不同的原因截肢以后 断臂以后他会幻想自己那只手还存在 那怎么训练他呢 我就看到那个一个训练 就拿一面镜子隔绝自己的视野 看不到那只没有的手 但是看到这只有的手 所以你手在动的时候 那个镜子里面的手也在动 然后不晓得他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他慢慢可以怎么样我也忘了 我只觉得太神奇了这样 因为太神奇就忘掉学后面这样 还有老师现在年纪到了 常常就后面就录不下来了这样 就是硬碟满了 磁碟机已满 磁碟机已满这样 好 所以这是顺便告诉你一下 所以你说幻想是不是到死神呢 死神有没有考试 或者天堂有没有考试 这个各位不要想太多 到底是天堂还地狱 这个如果真的要想 你就想快乐一点东西 懂吗 要想还要想很可怕的东西 何必呢 人生就这样 回答老师问题 有些环瓶不要通过比较好 为什么环瓶不要通过 环瓶不要通过 他就不能盖了 比较好是对当地人可能比较好 可是对经济发展的人 他觉得不好啊 那地方就没发展了 所以看你站在谁那里 问问题 老师为何手怕焦 要叫手怕焦呢 哦 手怕焦 我看成手很怕焦 我想怎么会有手怕焦呢 手不怕啊 手怕什么 手怕焦 好吧 没想到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女生都戴手帕 男生反正就这样 是不是 我猜是这样 所以男生没有手怕焦的问题 男生手怕焦 可能就被怀疑是同性恋 或什么之类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手怕焦 为什么叫红粉之急 都有铺红粉吗 那不敷粉的那种女生 跟你是好朋友叫什么 无粉之急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有些形容 大概只是因为当时某个例子 然后就把那个例子当作 通案来处理 我想可能不是这样 你们的问题都只有这样子哦 那么多人 这会问 你们对他不喜欢吗 我下次换一个 海贼王你们会不会好一点 真的哦 海贼王你就要问哦 做得有困难度 好 那我们上课 因为发现进度实在是 进度是参考用的 网路上都把那个进度排出来了 这样我就有点尴尬 那上礼拜我们讲完这个社会结构 或人际关系的建立 有同学说 老师你讲的都是常识 社会计很多是根据常识啊 如果你不知道的 你今天知道的那就OK 你如果你知道的 讲的也知道 那表示你的社会 社会知识是蛮丰富的 那除了那个我们了解的原则以外 你将来碰到什么事情 你要跟人家建立关系 那都是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啊 你去面试 对不对 人家问你以外说 你对本公司有什么兴趣吗 你可以问说你们老板姓什么 你们老板不是跟我同姓吗 可以拉一个关系这样 你们老板不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你可以拉一点关系 你们老板不是什么台大毕业的吗 也可以拉一点关系这样 这都是可以拉关系的地方 所以我告诉你说这个 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要找人 你要找事 这种拉关系都是非常重要 除了你有本事之外 有本事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谈的是社会过程 这个名词有一点老套 因为social process 这个在从社会学开始 在一百年前左右 就开始有这样的名词 那现在在社会心理学里面还有 有的时候呢 这个social process 有的时候叫group process 团体过程 有的时候叫interpersonal process 所以前面这个 不管是social interpersonal 或group 或者将来可能还有什么字 那个都一样的意思 就表示人跟人之间 那层次呢就有个人的行动 但个人的行动 不导向另外一个人 不跟人发生关系 这在社会学上是不太有意义的 不过这样子的例子非常的少 因为就像是一个人在幻想的时候 都会幻想跟别人发生关系 好 那这个所以这个个人层次 其实有些地方都是实质的互动层次 那人际的就是互动 那还有网络关系 网络就人跟人的互动所牵扯出来的那一大挂 那全世界人摆在一块 那个是很吓人 昨天还是前天的新闻说 Facebook光Facebook Facebook的那个就使用者就多少人了 这样 已经到了很大的一个 我不知道是多少 十亿还是一亿 我忘了 应该是十亿之类的 连老师都有粉丝页的 我没有Facebook的那个 但是有粉丝页 各位要看的话 要上台大教授孙中心 别上孙中心 我那天又上了一下 还是那个女人跟那个小孩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那个女人叫孙中心 还是那个小孩叫孙中心 还是照相那个人叫孙中心 不知道 那接下来一个部分是集体的 你这个层次上放大 就结构的问题 规范的问题 价值问题 还有这个历史的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模式变相 这个我就不详细的说 因为这是社会学理论里面 他当初呢 这个美国的社会学家 当时宏极一时 叫Parsons 他认为人际互动里面 会有几个需要考虑的选项 他们当初把话说得非常的死 说只有这五个 他们规结 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规结 第一个你在情感上面 你跟人交往 考不考虑要放入情感 或者情感中立 情感中立说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管你是谁 这是情感 那这个 所以情感或情感中立 像各位要老师家选客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那个 你要老师家选课呢 有人说写信有用 为什么 诉诸老师的同情啊 如果你不写信就凭着我来 我老师希望你给我加签 为什么 因为我很认真 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诉诸你的认真啊 不要你就是讨厌走 这种裙带关系或任何关系 很多同学非常正直啊 绝对不走这种路线的 你从小被教导要很正直 有些人呢 也不是说不正直 他家的习惯 或他的习惯 就是希望能够走后门 或走别的门 那会快一点 你别看同样考上台大 有些人就是那种 我就是公事公办 我要是加签 我就排队 有人不会 有人会想进别的办法 有人会在背后拦着老师 有人会在下课去找老师 有人会写这个写信给老师 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有人会拉关系 老师我的爸爸是你的学生 什么之类的这样 我昨天还碰到一个学生 在路上 他说老师你在这 我说你在这 两人就很惊骇 还好我去遛狗 不是跟小三在一块 不然的话他很惊骇 我也很惊骇 对不对 这谁 是小三 这就尴尬 然后他呢 他当初选课呢 学有爱情社会学 我说我为什么要加签你 老师因为我姐姐推荐 我讲你姐姐推荐关我 我什么事 你姐姐是谁 讲出一个人 你姐姐秀得不错 好加签 这就是情感摄入啊 因为我找到的 我也可以说排队 根据我的什么 社会系原则 什么原则 什么原则 你这样子 你有补上就补上 所以这就是情感 跟情感中立的问题 你在seven打工 你要照顾的是 老弱妇孺先呢 还是排队优先 照大理说 我们现在谁到了seven 谁就是谁先来谁排队 对不对 但是有些老人家 有些小孩 你要让他吗 seven没有说 请让给小弱妇孺 没有啊 你也可以让他 你让他 万一你后面有人排队 那你要不要征求 别人的同意呢 有些老先生或老太太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还是假的不知道 往往就像 就冲上柜台 然后这多少钱 然后他就给 那我们大部分人 只能看着嘛 老先生老太太 他老了嘛 你怎么办呢 你赤责他吗 你回去到后面排队 你没上过课啊 这当然是对的 但是太不近人情嘛 不过美国人呢 就这样 美国人非常严格 我刚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英文虽然 托付考得很好 但日常生活的用语呢 很差 到超市买东西 他有一个lan呢 叫express 特快的lan 那个lan呢 写ten items or less 十项东西以下 或更少 我就算一算呢 我大概有十项东西 比如说牙膏买两管 那我自己就算了一项 就排在我后面老太太 制止我 美国老太太 真的像秘密警察 我都怀疑他们都是 秘密警察转世的 或者没抓完的 他说 young man 我那时候还很年轻 young man 年轻人 一定要讲 elder man young man young man you have more than ten items 你有超过十个以上 我说no no no 还有ten items 我就跟他争这样 他说你看 就把我牙膏算两项 我说no no no this is one item toothpaste you have two toothpastes so that's one item 我就跟他争 最后呢 由那个超市的小姐仲裁 她说对不起 你有two items 然后我总共加成 十一个items 所以我就得排到 那很长的队里去 其实我当时就把 另外一个牙膏甩了 我就ten items OK 你看当时反应太慢 所以美国老太婆 就非常非常义正言辞的 就把我这年轻人给 搞到另外一排去这样 这就是观念不同 观念不同 情感跟情感中立 我们这个很多别的社会 都比较强调大家慢一点人情 你是谁 你下课再来 你什么再来 不要给别人看 我们走私下的管道这样的 你看那官员要任用亲信 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 为什么这个立法委员用这个人呢 他的特权啊 那是他大姨子的小舅子 这是谁谁谁谁 全自己挂的都是 都是你们现在大学毕业了 你爸妈就会动用所有的关系 让你找到一个事啊 那现在当然这种社会里面 不用动用关系找到试的 可能性增加了 比以前 以前一定要动用关系的 开什么玩笑 连当兵都要动用关系 当兵号称是最那个的 就那天还听到 当兵 有些签早就被收起来了 什么意思 很好的签啊 他先收起来 然后到时候发给你啊 你就不是抽的啊 我们所有人都在那箱子里面 这样抽一个签 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自己自我安慰一下 那其他人不用抽 不用抽他最后发到很凉的单位啊 那时候都谣传 那长官的小孩都在国防部示范乐队 打三脚铁 因为你其他乐器你要会吹啊 三脚铁不常出现啊 懂吗 你叮 rap 就幻化 谁不会啊 谁 三脚铁还有困难的吗 所以这情感跟情感中立 你可以看到 你个同学要报名 然后你负责管报名的 然后名额有限 然后最后已经满了 你要怎么办 就是像这个都是 情感跟情感中立的问题 她跟我比较好 我比较喜欢这个人 那我让他进来 我就跟另外一个都推说 对不起我算错了 刚到你的时候就已经满了 所以你不行这样 你就可以把那个人给退掉 然后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 第二个呢 自我取向或集体取向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考虑 是考虑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还是要以集体的利益为主 我们从小都告诉你 为了小我要牺牲 为了大我要牺牲小我 差点就讲反了这样 可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都是为了小我牺牲大我的 大家都很自私 古话有一句 人不自私 天诸地灭 这句话很早就有了 所以古人很早就自私 不要以为自私 我看是很多文化的倾向 所以甚至到后来 一些生物学家跟经济学家 都在讨论 到底利他主义 有人认为有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这个字 大概17世纪末 18世纪出英文的altruism 才发明这个字利他主义 selfish 很早就有类似这样的字眼 那利他主义 是不是一个人类的本性 这个讨论非常多 有人说利他主义 其实是长期的利己主义 因为到最后来讲 对自己还是有帮助 所以这个讨论就非常的多 就不可一概而论 那在这里自我取向跟集体取向的问题 一般来讲在美国文化 他们会比较强调自我取向 然后在这个东方文化 一般相对于美国文化 我们是比较集体取向 我们考虑到别人怎么想这件事情 我们这样好不好 但是我们现在东方文化 因为受到美国强势文化影响 现在这种自我倾向也越来越浓厚 所以常会看到长辈骂你们很自私 我都说人不自私 天诸地灭这句话 你去研究一下什么时候出现的 什么时候出现的 表示那时代就有了 绝对不是我们这时代 搞不好要上述到明朝末年 搞不好 好 第三个是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这个有时候会不太容易 跟下面有第五项搞混 搞不清楚 普遍主义就是说 你对大家一视同仁 还是你对某些人会特别好 这又跟情感 跟情感中有点类似 所以这个他们的界定 不是特别清楚 那第四呢 继承或努力 你的表现 或者你看别人的表现 有些人天生含着所谓的金汤池 还是银汤池出生 对不对 那有一些出生在贫苦之家 那有人的努力是靠自己奋斗来的 有人的努力是靠先人避应 靠先人避应的就叫ascription 靠自己努力的就叫achievement 或者有时候叫ascribed status 把它变成前面一个形容词 就是你靠自己的 靠先人避应得到的地位 那有一些是靠这个achieved status 靠自己的努力得到地位 像这些名门之后啦 尤其是第二代 他为什么会有现在的地位 赚那么多钱 比你这大学毕业的22k还要多 那这是为什么 有人就是有个好爸爸出生在好家庭里 或者世俗的说法 前辈子烧好香啊 所以你这辈子就住好家人 那狭隘跟广阔 就是说你对一个人的义务 你要到多大地步 我们通常每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的是个角色 角色大概就让我们有个角色的行为跟规定 比如说你当Seven的电源 有人偷了东西跑出去 你要不要追出去 这一定有个规范 对不对 像以前成品啊 台大成品里面 我就听到嗶嗶叫声音就有一个人走出去了 没有电源追出去 我自己跑出去看 我不是电源 我说奇怪呢 那为什么他会走 他没回头 有人你走过去嗶嗶叫 他会是很莫名其妙的就站在那 等着电源来处理 那这种人大概都是没问题的 因为机器有时候会故障 然后呢 现在你不能随便看人家的包包 在美国早就是这样 美国人呢 美国人法令之章 盗贼都有 但是呢 也有一些人防贼啊 防人民不防贼 所以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漏洞里面赚点钱 那时候教我英文正英的 美国老太太就告诉我 他有一次进一个店 出门就嗶嗶叫 店员就叫住他 他就毫无 毫不犹豫的走出去 我想我什么也没弄 我干嘛呢 店员就把他叫住 叫住说你偷东西 我要查你的包包 那时候我就学到 198年再出去 说没有警察在场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收你包包 收你包包你可以告他抢劫 啊 结果他说不行 他说你有 我没有 我们叫警察来 好 警察来了 当着警察面 把包包全部倒出来 什么都没有 店员你也不用道歉 我告你 你不用道歉 我告你 结果呢 他就 美国有小额法庭 不必出庭的 请警察作证 这家伙在几年几月几号 告我说他偷他这家东西 我说没有 你作证有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告他赔我 一千块以下 结果他就被罚了 赚到一千多块 一千块以下 然后就买了一个电视 好高兴 我在美国那时候想说 在台湾 当时台湾 你要是店员说你偷东西 你大概就马上给他看嘛 如果你真的没偷 你越不给人家看 人家越觉得你偷 你没偷 你为什么不给我看 你看这就是基本人权的问题 我没偷 或我有偷没偷 这是我人权 你不能动 你可以叫警察来 这是美国人的人权概念 跟我们不一样 现在大概你也可以这样 那万一警察来 你有东西 那你倒霉嘛 对不对 你就抓去关嘛 那没有东西 他倒霉 你就可以告他嘛 那不是道歉了事 台湾到现在很多事情 还是道歉了事 给你一个折价券 你还可以在折价券 后面写问题问老师 对不对 像这个石渊折价券 美国人不来这套 我就告你 所以美国呢 常常有人很喜欢心颂 孔子那时代早就看到美国人了 不然为什么说 毕业是无送呼 美国人一定那时候就来留学 孔子说 哎呀不要打官司 打官司很多人花钱 毕业无送呼 美国人毕业送呼 所以这个律师的一个 很烂的名词 叫做ambulance chaser 追着救护车跑的人 律师 因为他会告诉人 你怎么受伤 我帮你告诉他 然后我只要 人家赔你钱的多少 百分之多少 我收这个 你不必给我钱 告赢了 他赔钱给你的时候 我抽取佣金 所以美国常常心颂 那台湾现在有假车祸 也慢慢走上这条路 那大家都不心颂 所以就说好吧 那这样五千块了事了 你给我五千块 那我们就聊了 不然我告你 所以台湾很多人假车祸 为了歧视宁人 你就付钱了事 那假车祸 当然就觉得这样子很赚 你又不会告他 然后你也不会去调阅监视器 然后你口袋有多少钱 你就全部给我就可以了吗 懂吗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抢劫 好 那内容上面呢 人跟人交往的内容 有物质的资源 有时候因为资源稀少 经济学的前提就是资源稀少 我们社会学不太强调这种资源 我们有时候比较强调分配的问题 不换寡而换不均 你怎么样给一个平等的分配 大家可以活得很好 如果资源有限 我们比较不强调资源有限这一点 虽然资源是有限 但我们没有像经济学那么强调 那有的是利益 有的利益 利益对自己好 那这个从政以后的利益就更明确 日常生活的利益比较不容易看得到 尤其我们在学校里面 利益的问题看得很不容易出来 但到社会上就有很多利益问题 尤其民意代表的问题 利益的不平等 修一个马路该发包给谁 谁来修这个马路 你以为这很简单 这里面这有学问的 有些你认识的人 有些是你的选民 你要发包给你的选民啊 你以为发包是那种看不到谁 所以有些几万块以下的发包 不必发包的 几万块以下的东西不必报帐 他决定就可以 那这里面就有利益的问题 各位那么多学生 对不对 我都上我的课 如果我有一个工作要给 我给你们谁啊 我给你们谁 理论上要给那最有才干的人 对不对 或者给最需要钱的人 那最需要钱现在来讲 那就会很多 那我又要给谁啊 给功能好的人吗 这是一个标准啊 有好多标准可以选 有好多标准可以选 这里面 就是一个现代人的矛盾 我做了一个决定 其他一定选不到 我只能选一个人 那选了这个人 其他一定会恨我 所以老师为什么选他 有些人 因为现在你有发言的管道 所以你可能就在某些地方 就告诉老师偏心 老师就特别喜欢他 每次上个都看着他的方向 老师坦白告诉你 老师现在不戴眼镜 根本就看不到你 我看他方向看不到你啊 我根本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啊 你不跟老师聊天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啊 你跟老师打招呼 我还有时候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跟我后面的老师打招呼 跟利益有关就跟权利有关 权利就是可以让一个人违反 不能违反你的意志做事 违反他自己的意志 是要权利 老师点名你就一定来 你来是为了点名 不是因为来学东西 那就是爱于老师的淫威 以前的说法 淫威就是一个权利 你能做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权利 那这个权利也是人际关系里面 常常见到 这在这个小的城市都有 男女朋友交往也是 看电影吃饭 都是个潜在的权利关系 但权利很妙 你只要不把他当成重要 他就不是权利关系 比如说吃饭啦 对不对 你说今天中午吃什么 你说随便 随便呢 那就随便嘛 那如果那个人决定了 你觉得很好 就不用权利关系啊 别人可能看说 你为什么吃饭由他决定啊 反正我不在乎啊 你不在乎就没有权利问题 你在乎就有权利问题 为什么每次老吃那家 那你自己不决定嘛 所以这个也是这样 你自己不决定 决定的人就是有权利的人 像老师上课啦 老师进度有老师决定 老师你这边讲太长了 不要讲那么多笑话 不要讲那么多无聊的废话 有人就因此不来 我讲好多东西 现在都实现了 我都好高兴 不是他们听到我讲的 这表示世界上 真的有人跟我讲的一样 让他们去付诸实践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呢 人行道旁边 摩托车都要上人行道去停车嘛 那人行道都很高 没有那斜坡渐渐下去 每次都要摆一个砖头 然后摩托车再这样哄上去 就会把人行道弄得很难看 我当时回来说 为什么那个人行道 不能旁边变斜坡 摩托车也可以上来呢 反正摩托车上来 是一个你改变不了的事实 你讨厌他也得上来 结果现在几乎台北市的 所有人行道那边边都是斜坡 摩托车上来就很方便 就不必再摆一个砖头 那绝对不是我提议 所以人家才做的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想法 愿意去做 只是到现在还有很多想法 没有人做 我觉得很奇怪 像你们七月的那个考试 没有冷气 今年有了是吧 今年终于有了 混了多少年啊 我从回来教书就讲说 为什么七月考试不能有冷气呢 我那时候还提倡了几个办法 第一个高铁考试 有人钱比较有钱的 我们就收他钱贵一点 他可以在高铁上考试 高铁那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能够通手机的 所以没有作弊的可能 高铁的那个陪考的爸妈 做第一车厢跟最后一个车厢 其他考生就做 高铁很稳 高铁非常稳 所以你大概从台北到高雄 大概一个半钟到两个钟头 对不对 包括说明试题跟收考卷 刚好结束 你考完了可以先到百货公司逛一逛 做下一班回来 所以再考另外一场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可以高铁考 第二个可以百货公司考试 如果你觉得那个校园没有 学校没有那个 学校没有冷气 或者有冷气不能开 那百货公司一定有冷气嘛 你就百货公司那天测跪三天嘛 对不对 不然大考中心就把钱补入给他们 然后第一个一楼跟地下街 不能当考场 对不对 因为妈妈要逛一楼啊 妈妈就在那边美妆啊 对不对 彩妆啊 美甲啊 对不对 然后就那样就慢慢就 就不知不觉度过了一场考试 你已经考完了 妹妹你看 可是弟弟你看 妈妈的指甲漂亮漂亮 对不对 大家皆大关系啊 彩妆部门也很高兴 对不对 那你在上面考试 对不对 二三六以上 反正平常很少人逛 就测跪三天 然后大家都冷气可以吹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考试 还发给你一个终身之友的卡 万一你考上某某考试 还送你五千点数什么之类的 恭喜你入学 终身会员 咚咚咚 终身会员 好 有点冷对不对 我知道 我自己知道 好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两个人教 各位你有些想法 他我们所谓的传统观念什么的 或者都是意识形态 这样不太好吧 人家会说话 这就是意形态 谁是人家 为什么这样不太好啊 有些传统是错误的 有些传统有道理的 得讲道理 可是呢 你就常常很方便的 拿一个传统不好这样 那譬如说考试作弊 我们当老师 当然认为考试作弊不好啦 因为不凭实力啊 那为什么考试要作弊呢 如果考你会的你需要作弊吗 考你会的你需要作弊吗 当然没有人考会的还要作弊吧 那老师要考你不会的 不会的 然后又有这种不及格被盪那边 你当然就会考虑作弊了 如果你不会也不会被盪 反正你就是继续念 其实就被盪的意思 或者你可以到什么教育发展中心 去找那个学习小老师什么之类的 那也是一个办法 上次我是不是讲过那个 维基分解题的那个故事 他在上维基分的课 有一个人传纸条给他 帮他解题 后来我就问他第二礼拜 我说后来还有人帮你解题 他说没有 老师没有了 然后我就到这个 去报名那个维基分的那个小老师这样 去那边上课这样 我说为什么没有了 他说也许我正面转过来了 好吧 如果你没有上礼拜没上课 或想不起来 你可以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后看了录影带 那段不知道有没有剪掉 好 情感啦 人跟人之间交往一定有情感的因素 设在里面多跟少而已 多跟少而已 像以前有些女同学骑机车来学校 然后那个什么 铜灯不能右转 还什么之类的 然后因为要赶着上课 所以右转 右转到警察 哥哥 你们叫哥哥了 以前叫伯伯嘛 那现在都警察的女人 警察哥哥就拦着你 拦着你呢 你就跟他讲 我是台大学生 我赶着上课 拜托拜托啦 不要看我发单啦 我在外面 我这一个月的那个什么生活费 才有八百块钱而已 什么你就那样糊弄他这样 其实八千块 你要讲八百块 然后警察哥哥有时候就这样说 好啦 下次不要了 赶快去 电话号码留给我 哈哈哈哈 有的女同学非常厉害啊 就碰到那个警察哥哥 就开始跟他奶啊 那一奶百分之九十有希望 然后说人家第一次 那老师很凶耶 你不要这样啊 就像讲话都变得很吊 然后就哭就冲走这样的 有一个得到好处的同学跟我讲 老师跟他奶就行了 大家都可以过这样 哎呀 我也有人加签来跟我奶的这样 那因为我加签都是公开的 那你奶嘛 奶给大家看嘛 对不对 你就这个本事而已啊 才奶成这样 你还不够格的 你上网去看一下 前十名的那一法 在我们社会里面 就是到底有情的范围该到哪里 什么样才叫够朋友 什么样叫做不够朋友 男女之间略有不同 然后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想法 那当然人际互动里面 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就是信赖 因为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冷漠 信赖就越来越困难 那我们的信赖有时候有制度信赖 有的是个人信赖 制度信赖说你相信 这个制度会实践 比如说你相信你到台大来 下礼拜来台大还在 不会有一天你来 一片荒草 这是怎么样 你觉得你走到聊灾之夷的境界吗 懒惹事 小倩 你就觉得自己进到什么奇怪 你最好用舀一舀手指头 因为你可能还在做梦 台大大不可能在下礼拜就变成这样 这是制度信任 你进到这教室相信老师会来 你不会进到这教室有一天进来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 然后你一看时间不是自己的生日 你想不会大家冲出来 surprise 这样 happy birthday 没有 那你一定怀疑你出了什么问题 我虽然教书那么多年 有时候教研究所呢 还是一样没人休克 我有一年开课非常倒霉 我就开了一门课 预选单上有两个人预选 我就到了那个教室没人来 我就在教室坐了半个钟头 没有任何人来 连经过都没有经过 然后我就听到隔壁有声音 我就很高兴说 哎呀原来是我走错教室了 我就抱着那种很惭愧的心 想要迟到半个钟头 不好意思打开门去 有老师坐在那儿 然后看着我 中院院来监课老师 义父你谁呀 然后我义父你谁呀 然后有学生看到 他老师你走错教室了 被发现 我说这样子啊对不起啊 然后我就退出去 又回到原教室 又坐了半个钟头 一个人都没来 后来我就赶快上去跟助教讲 说怎么会呢 有两个人选啊 没有来 好就赶快临时换课 换了一门 我觉得会很热门的课 然后我又在办公室 又在下面等了半个钟头 没有人来 我等了两礼拜都没有人来 所以那个学期 我只教一门课 然后学校呢就要追我 说你欠学分了你 我就说你来 我讲义都弄好了 没有人来啊 所以后来我就一起发了读试 人不能乱发读试 我就再不教研究所的课 教大学部一定有人来 我刚刚经过那小教室 我想哪一天我可以在小教室上课 就那几个人多舒服啊 像你们这么大的人 反正我都不认识 那么大教室又怎样 还不拿一样的钱 好义务啦 每一个互动都有一些不同的义务 老师一定要来上课 对不对 那你们学生呢一定要来上课 可是你们学生来上课的可能性呢 你常常会因为要骑中考了啦 要这个啦赶不回来啦 起不了床啦 你自己就找了一堆借口 就不履行你的义务 其实师生之间是一种义务关系 权利义务关系 你想做权利你也有义务 但是大部分人都忽略这个 难道我们哪一天上课要签合约吗 我每次都在想啊 想了二十几年了 你要加签的人一定要签个合约 本人发誓愿意加签成功之后 愿意每一堂课都来 如为誓言天打雷劈 或者什么去吃屎 我不知道什么样对你们是比较严厉的 因为没有任何法力作用嘛 我们只能搞笑一下这样 好啦 那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是 那社会地位高的人 那我们跟他们讲话 到现在为止 其实国外也有就要用禁语 民主国家比较不相信这一套 所以讲话就没大没小 日文有禁语 很多同学呢 因为看学日文是从漫画 动漫来的 那动漫呢 基本上讲话都是很不礼貌的 你开大和剧 那当然讲话都太文言了 到日本去没人听得懂的 那动漫呢 结果我有学生到日本去念书 就讲话是用漫画的 因为他太熟 结果他的研究生同学跟他说 同学我们现在是研究生了 不应该用这种口气讲话 尤其你对教授 你要学禁语 那你学日文 大概都学过禁语 禁语就拉很长很长 都没有意义的话这样 当然因为这要配合鞠躬 你要配合这种 这种速度 当然要加很多话 你不能这样 那接下来干嘛呢 没有 语言没有配上动作 你知道吗 所以日本人 我研究这跟动作有关 动作越多 话就越长 以前我们中文也有禁语 跟老师讲话 就不能说 你老婆 你老婆 我老婆是你讲的吗 我跟你又不是朋友 然后老师跟学生之间 都对话 我们在美国念书 虽然美国同学之间 会叫亲力的名字 譬如叫Robert 通常叫做Rob 或者叫Bob 可是老师叫Robert 你就不能叫 Hey Bob 你还是要Professor 谁谁谁 这种在大学里面 还是跟一般社会是不太一样 你们现在流行取名字 那因为英文老师 要让你觉得亲切 所以你都要叫英文老师 他的名字这样 或顶多叫Teacher Bob 这样或SpongeBob 那都是一个说法这样 但是一般 正式还是不行这样 那我在美国念书啊 我们老师都叫Mr. Song 这样 他绝对不会叫什么Henry Frank 这样Mr. Song 他们孙不会巴就变成Song这样 所以 那讲话之间也会传达资讯 传达资讯有的时候会 像譬如说他跟你妈妈做什么 那个就是传达资讯跟气氛 很少人把说他跟你妈妈做什么 当成是传达资讯这样 然后有人骂出来说 可是我妈不会同意耶 他说我妈已经过世了 你这样回答很奇怪 通常人家骂你就跟他骂回去 或者怎么样就跑这样 哪有人这样很怀疑的说 可是我妈不认识你啊这样 人家觉得说你哪里来的 你外星人嘛 然后知识 有些讲话传达很多知识 有些讲话其实没有 那个都是 说你讲的话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你说喔 那么远啊 那等一下你就一直算 人家也觉得真的是有问题的 因为那不是在传达知识 咨询有些话是询问你的意见 有些话不是 有些话只是感叹词 像英文的那个叫tag questions 中文也有啊 你们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实际上强调肯定是 你要跟老师说老师不是 那老师你不是跟他做饭冲吗 你干嘛呢 懂吗 所以有些话不是咨询的 有些话是咨询的 各位同学有问题吗 有些是形式上的 结束之前一定要讲这句话 就是说再见的意思 就像Seven欢迎光临一样 那有问题吗 还有人真有问题 人家跟你打架 你好吗 最近不太好 昨天去看医生 然后就讲半天 人家就要走了你讲那么多 你认为是什么医生啊 还什么医院比较好啊这样 你觉得人家问你你好吗 是这个意思吗 懂吗 所以有些是寒暄 有些是咨询 那这个一般人都懂 连不学都会懂 如果你不懂的话 人家觉得你很奇怪 那在异文化里面 就常常会出现 类似这样的东西 因为你把那个资讯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话 当成认真的话 Give me a hand 这样 帮我一下 可是他的字面叫做 给我一只手 那就有那种 戏里面演的机器人 就真的给他一只手啊 那机器人就把自己的手 扭下来说 Here you are 就给他一只手 这样 So give me a hand 所以这个都是 都是这个 在日常生活里碰到的 这样 接下来社会个人 有程度的问题 那现在在社会学里面 大概最常见的两个字眼 一个叫Weak Tide 一个叫Strong Tide 就是弱联系或强联系 然后弱联系的概念 是在1970年代 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 在研究美国人 找工作的时候发现 他发现呢 你要找工作呢 你要是找都熟的人 因为你同时跟你找工作的人 比如大学生 你认识的人都差不多 所以那工作就那些 你如果找那些 你平常不熟的人 那也不是你大学 其他同学会认识的人 那你去找这样的工作 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因为那些资源就比较 广泛一点 比你的所知是那个 所以这种平常不太联系的人 在搞工作的时候联系 因为资讯的广泛不会重叠 所以找工作相对人 是比较容易的 那他在那个论文的文章 就叫做弱联系的强度 那因为有弱 有强做一个对比 这样说弱联系看起来 好像没有用 那其实在你人生 最重要的关卡的时候 是有用 谈恋爱 你要想认识对象 若联系其实也非常重要 可以帮你介绍对象 平常不联络的人 他有时候到了某个阶段 他帮你介绍对象 就不会跟现有的重复 还有你失恋的话 你要找人讲 那通常太熟的朋友 你不愿意讲 或者因为怎么样 那有时候 平常不太联系的朋友 就变成很好的一个出口 这个是若联系的强度 这种研究没有碰到 但是可以隐身的地方 这个理论流行了非常的久 一直到1990年代左右 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开始起来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也起来 就有中国大陆学者 叫边彦杰就发现 找工作的时候 中国人找工作 跟美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找工作 还是需要长辈推荐 长辈推荐非常重要 资讯不太重要 那是给没关系的人用的 在中国有关系 你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这样 所以这个强联系 在中国社会里面 还是很重要 所以在我们广泛意义来讲 我们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 所以找工作呢 也是一样 如果是由你亲戚老师介绍 那可能性就比较高 接下来是程度以外 就讲过程了 人跟人的交往 都是一段时间 特别是有意义的交往 都是某一个长时段 不是短时段 那社会学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在形式上会出现竞争 根据稀少的资源 或者两人在互动的时候 不一定跟资源有关 那跟这个权力可能有关 有时候也不是 就纯粹交往 或者为了一个某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做的和平的一个争取资源 或者表达权力的一种方式 叫竞争 冲突当然就是以不和平的方式 通常简单的是身体的暴力 更最大就是用国家的暴力 靠武力 靠打仗 所以简单的就是打架 或者甩人家巴掌 这都是冲突 所以竞争跟冲突 都竞争的名称好听一点 因为竞争听起来比较文明 那冲突听起来很不好 有的时候在访问的时候 学生在做研究的时候 去访问别人说 你们俩之间有没有什么冲突 这个别人听起来都觉得很严重 没有啊 我没有冲突啊 没有冲突啊 明明就有意见不一致 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宁愿解释那是竞争 而不解释是冲突这样 这个是很尴尬的事 可是人际之间都会有竞争跟冲突 在学校有些制度化的竞争 比如说各位的成绩 有些学校我不知道 以前我们没有 有些学校不仅你班的排行 你的成绩排行 还有校的排行 还有那个地区的学校的总排行 还有全市的排行 你的成绩在全市多少 然后还有那种全国的排行 你们什么几 什么位数啊 你们72什么83什么 那个叫什么 PR值对 那我听了听不懂的东西这样 你很早就知道你的PR值在多少 你大概就可以念什么学校 那个PR值50以下的人我认识非常多 我的亲戚朋友里面的小孩 都在PR值50以下 我说我的学生好像都在70几以上 因为有一次有个学生跟我讲 那天还听到一个人讲 他72还是多少这样 你看就跟全国比 我们当老师也是啊 我们的教学评鉴就有一个成 一栏你这次得到多少分 每个单项跟你的总分 然后呢全系你是排行 你是多少分 全系平均是多少 你可以跟全系的平均比 然后全院的平均是多少 你又拿跟全院的成绩比 然后全校的平均是多少 你又可以拿跟全院比 所以我每年拿到 我就第一看全部都在平均数以下 我只有博士班那门课 在平均数以上很高 那两门课一拉 我当然又在平均数以上 可是那有什么意义呢 满分五分台大的平均数是4.39耶 老师都很会教嘛 那为什么都不上开放课程呢 教给全台湾人看 全世界人看啊 我们那么会教书的 你看一下最好那个画面 就一直要摆着他的教学 那个平均分数啊 那让你知道你现在看的是一个 4.69分的课程 请你要有4.69分的水准 不要妄加批评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的是一个 低于平均数的一下 尽量批评 合作 那有人认为人是合作的动物 有人认为人是竞争的动物 这有不同的说法 还写了书 俄国的思想家克鲁炮德金 就写了一本书叫互助论 说要反映这个一般人 从达尔文主义得来的 跟达尔文有时候没太大关系 说人都是优胜劣败 所以你要打个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都是你活 别人都是死 懂吗 所以你死我活不是你死我死 你死或我死 都是你死或我活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听起来像是不一样的意思 那合作呢 就大家谋求最大的共利 前几个礼拜 我们有讲到钓鱼台的问题 你看这几个礼拜 还有人在讲钓鱼台吗 那钓鱼台问题解决了吗 不了了之 所以在国际 在联合国上发表 是联合国大家各自表述 中共说是他的 台湾不在联合国 所以没有发言机会 那日本说是他的嘛 那大家都说完他的以后 有怎么样吗 没怎么样 随便说嘛 爱说你说嘛 该你说你说嘛 说完了以后呢 没有 那这几个礼拜又下去了 再也没人再去钓一台钓鱼了 然后这个也不喷水枪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你如果上前几个礼拜 你那么激动的话 你这几个礼拜你怎么活呢 你不觉得被骗吗 搞两三年激动一次OK了 不要跟着人家随便激动 不要太激动 激动叫mobile 不是agitated 好另外交换 你跟他会行为上或者在财货上 或在资源上面的交换 这是一个一种人际关系 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来着呢 贵伦美主演的开一个咖啡厅 然后那咖啡厅只要交换东西的那个 36个故事是吧 好像是这样 第36还是就36 有没有地啊 没有 我忘了 我现在看电影常常不记得片名 只记得大致剧情 那就是靠交换关系 台北市大概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都付钱了啦 谁跟你交换 那前一阵子在几年前 有一个人说靠着一枚回文针 就像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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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果 都会换到不知道是房子 还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种交换过程 完全不花钱 就哪里有的东西 我从前回文针跟人家换什么什么 经过一两串过程 你竟然可以换到一栋房子 这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 当然很罕见 所以才会上新闻啦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用回文针 换到一栋房子 这完全完全不会上新闻 你就跟着做就是 所以回文针到时候非常的贵 跟一栋房子价钱一样 因为最后你会换到一栋房子嘛 懂吗 所以这个 那美国社会学家 这已经过世了 他就从这种叫做 社会交换的六大命题 这种想法呢 跟经济学很像 我开玩笑说 是经济学派来社会学卧底的 这样 然后他们就想呢 成功的命题 某甲从事一个特殊行动 越容易得到奖赏 就越容易从事该项行动 这是从奖赏 就是讲到人呢 基本上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 所以你只要奖赏他 他就做得更好 所以靠这个方式呢 就很多的教育啦 或者工作啦 都是这样 给你一个底薪 然后你其他的薪水 奖金呢 是靠着你做得越多 你做得越好 越有绩效 你就赚得越多 这是这样子的心理 但不要忘掉 这有时候只是一面 所以它叫成功命题 刺激命题呢 说某甲现在从事某项行动的时候 刺激越类似 先前得到奖赏 刺激时 某甲更容易从事此类的活动 好 你功课表现得好 可以那个 那到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觉得表现得好 老板一定会赏识你 然后你就可以升迁 你可以在工作上面 得到比较多的这个酬劳 这是刺激命题 类似的 价值命题上发 一个行动结果 对它越有价值 它就越可能从这行动 所以你的价值观 比如读书对你的价值是什么 有人的读书的价值就在于考试 能够帮你就业 所以你读书呢 你就必须读那种帮你就业的书 有人比如说选科系 你们就碰到这个啊 你们在选科系的时候 爸妈如果你不是如愿的 进入那种爸妈理想的科系 或社会上觉得有价值那种 第一志愿科系 你爸妈就会烦恼了 你念这干什么 会不会饿死啊 这种话经常出现 从我那时代到现在 这种饿死的心态 经常在爸妈的嘴中环绕这样 然后这个自己小时候被爸妈讲 然后到了大了 忽然间就变成爸妈 然后就开始讲 你不怕饿死啊 你出来没工作怎么办啊 这样 价值命题 大家都忘掉 那个价值是不是你这个要追求的价值 很多人把金钱当成主要的价值 所以后来又责怪这一代人价值观混乱 这代人的价值观跟明朝末年价值观没有太大差别 都是为了赚钱 全世界大概从有钱以来都是为了赚钱 这个价值观从来没改变过 现在只是强化这种 然后用失业这种来恐吓你 失业有多少人真的饿死呢 游民增加多一点那倒是有的 好另外呢 剥夺满足命题 就是所谓的经济学所谓编辑效用递减 他某甲过去得到一个奖赏 未来他得到一个奖赏价值会减少 你每次都给他同样的东西或类似的东西 他就不会想要再得了 那他觉得不想要再得 可能那个工作的或是表现的动力就比较差 比如说一个人喜欢iPad 然后呢没有iPad 他就你就因为功课很好得了一台iPad 那等到他下一次考试又很好 又再得一台iPad 他顶多拿去卖 他就不会再玩 New iPad New iPad玩了 你万一你得到iPad机会比iPad出的还快 那你不就是到时候就是赚来卖的吗 谁会那样的每天说 这是我的礼拜一iPad 这是我礼拜二iPad 好烦恼我有八台 八台就点酒吧 八台真是 另外呢 攻击赞同命题 这有听出来的 有有 好谢谢 你慢慢了解孙老师的那个 你们就惨了这样以后你们就要追寻这种很奇怪的逻辑 说你们那不好笑我们孙老师比较好笑 怎么会呢 政府发言人的笑话比较好笑 虽然他已经不是政府发言人了 当谋甲的行动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奖赏或者竟然获得意外的处罚就会生气 你遵守规矩反而被处罚你会生气 所以就会从事攻击行为 我觉得这是好像没有文化的 你是不会忍耐吗 他就攻击 我觉得是不是外国人都比较这样 我每次念到这个觉得我们的文化不会这样啊 你有时候忍耐啊 有时候跟他讲理啊 怎么就会攻击呢 然后呢他就会对该项结果行为感到有价值 这不是鼓励人家打架吗 这什么意思呢 5B呢 就是说某家行动得到了期望奖赏 而且比期望还多奖赏 给你一台iPad 还给你iPhone 5 你不是高兴到不行吗 对不对 好那 或者没有或者预期中惩罚就会很高兴 就会从事赞同的行为 然后就越来越有价值 这是一体的两面 最后是一个理性命题 理性命题都假定 我们都知道 每件事情的成功几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的那个价值是多大 这是一个幻想 因为我们通常不知道 有些人认为找到工作有很大的价值 有人认为找到人生方向很大价值 找到工作 常常跟人生方向没有太大关系 如果你们的最大目标就是在找到工作 这太容易了 等你找到工作以后你怎么办 你找到工作以后你怎么办 人生目标不应该是找到工作而已 是找到那个方向 理性命题是说 在面对不同的行动的时候 某家会选择该项行动的结果的价值 以及获得该项结果的几率相成的最大化 那你数学要非常好 你必须有几率概念 这事情成功不成功 你认为这个系要考国家考试 成功几率大概有多大 就类似这样 然后你获得国家考试 那个价值对你来讲多大 那这是这个人认为的重要观念 所以他这里有的基本上概念 就是有奖赏 什么叫做奖赏 物质上的奖赏以外 那精神上的奖赏算不算 有些人会走人家很少人走的路 会觉得精神上满足是很重要的 那种人的奖赏就跟你重视 物质价值是不一样 你进大学大概最明显的区别 到后来的人生都是一样 有人强调是精神上的满足 有人在物质上永远不会满足 所以那些很有钱的人都非常小气 因为他要攒钱 攒到没有底的地步 像我对知识就有无限的热情 那也是没有底的地步 没有底的地步 所以这是奖赏 会每个人不一样 价值也选择不一样 所以有人觉得可以活口就好 有人觉得要赚进全天下 这都是不一样 那台大心理器黄国教授 曾有篇文章登在美国受益学刊上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文章 登在美国受益学刊上 他提到人际交换 社会交换关系 有一个工具性的关系 强调的是公平的法则 你上课希望老师很公平 你努力的付出 希望得到相应的成绩 如果你很努力的念 然后得到最差的成绩 然后那个不念的人 就靠着自己偷机取巧 得到很高的成绩 那你会觉得这堂课是在干什么 这老师瞎了眼吗 还是没戴眼镜 我是没戴眼镜的 但我没瞎了眼 所以这公平法则是很重要的 那公平的概念 有的时候每个同学会想的不一样 什么叫公平 你付出的东西 真的跟你得到的 有一个相衡量 有人很聪明 念过一遍就可以记住 有老师考试是考记诵 背诵的题目 你觉得这公平吗 有一个很聪明人 在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门课呢 老师就用他的课本 老师是外国人 那课本呢 是把那个人家的说法 浓缩 一段话浓缩成 一个paragram 浓缩成一句话 聪明人就自己去念英文书 哇觉得哇里面解释很详细 其他同学没有人去看英文书 大家都照着课本就死背下来 死背下来的人呢在考试的时候 获得98分以上的高分 聪明人呢得到80分全班最低分 聪明人并没有因此怀忧上志 聪明人就继续念下去这样 所以那个就强调反正老师外国人 所以他的报告都是助教改的 那助教的标准就是根据课本 助教也没来上课 怎么知道老师讲什么 助教也没看那本书 怎么知道聪明人是全班真的念书的人呢 他不知道 但谁知道聪明人知道 还有现在你们都知道 懂吗 好 另外混合性关系强调人情法则 那人情法则 我们常常在自己没能力的时候 或者有能力的时候希望能够进去的时候 都常常强调人情法则 老师我跟你同姓 我们都姓孙耶 拜托加签我这样 老师我认识你太太耶 这都是人情法则 我妈妈认识你太太 你敢不加签吗这样 我还要回家吗 这都是人情法则 某种程度已经涉及到恐吓的地步 对吗 你就不用讲 你说老师我认识师母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吗 人情法则啦 那另外需求法则 这个在分配上面也是一样 这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上的分配的问题 严肃来讲 在学术上叫做 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 分配正义的问题 要怎么样分配才算那个 在稀少资源的时候 譬如说班上的成绩这个问题 很多人相信 班上成绩该成常态分配 各位将来学统计都知道 什么叫常态分配 就是说不能全班一样成绩 这成绩得 比如说10%的人最高分 另外80%的人在中间 偏上偏下一点 另外10%的人最低分 应该呈现类似这样的分配 很多老师也根据这个原则 给学生这样的成绩 认为呢 班上有些优秀学生 就是10%的学生 你们在申请真实入学什么 不是也要达到某个比例吗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不能人人都可以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他的进步情况不一样 为什么要用一个绝对标准来衡量所有人呢 所以我就非常不爽 有一个聪明人 我们这样讲好吗 这名词长一点 有个聪明人就想出来 他在台大教书 在那个学校教书的话 在遥远的一个国度 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国度 远的不得了的那个国度 就里面只有史瑞克 还有谁的那个 遥远遥远的国度 Far far away 他就觉得要把全班给他一样的成绩 每个人给个88分 为什么给88分 88分转90度来看 就是两个无限大 成绩完全不重要嘛 成绩只有你申请奖学金的时候 为了一平高下 所以有个标准那重要 将来毕业以后谁管你成绩啊 你就是某个学校毕业的 遥远遥远大学毕业的 跟很近很近大学毕业的 就这样子嘛 要不然很多人跟着你就是大学毕业生 那跟你是哪个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好不容易在高中的时候 费尽千辛万苦考上来学校 后来竟然对你的生涯里面 没什么重要性 你不觉得这很冤吗 我当初为什么不照我的愿望 去念个快乐一点的学校 为什么要念一个那种愁苦大学 成绩你到时候就会发现 你去问你爸妈念过大学的人 或相关那个 有谁现在还记得自己的成绩 最高分多少 只有那个聪明聪明的人 刚刚讲出自己有一门课 得八十分 那个聪明聪明的人经济学七十六分 那聪明聪明的人的那书日文七十分 后来老师气得不教了 你教出七十分学 别人都 同学别人都考一百 都考九十分以上 聪明聪明的人竟然考七十分 你想聪明聪明的人还真聪明吗 别闹 好 所以这标准 有的时候是很有很大问题 大家都不怀疑标准的问题 都怀疑自我的问题 所以聪明聪明的人呢 事后被诊断 具有雅思伯格症自我感觉良好 好 那另外一个权威 权威就由德国社会学家很早就发明 就注意这个问题 那有些权威是合法的或理性的权威 按照一些法令规定 他有这样的权威 比如校长有什么权威 是因为他占据那个位置 所以他有那个权威 他可以在新生训练跟毕业电影的时候讲话 如果他不是校长哪天退下来 除非人家邀请他讲话 不然他上台去讲话会被轰下来关心什么事啊 你是谁啊你讲话 我前校长你姓钱啊你 校长姓钱可以叫前校长 我以前在遥远遥远大学念书的时候 校长就姓钱 就副校长 郑校长不在吗 郑校长其实是副校长 副校长其实是郑校长 那不是很复杂吗 懂吗 所以姓郑的跟姓副的都很尴尬 当主席以后 我们现在请副主席 那郑主席呢 郑主席其实是副主席 社工的主任不是郑主任吗 我的同学 郑主任那当主任就真的是郑主任了 他万一当副主任 他还是郑主任了 懂吗 很尴尬的 有些人 以前在国共对峙的时候 台湾的任何会议的主席不能姓毛啊 那毛主席就尴尬了嘛 开会有毛主席 这很尴尬 所以姓毛的就不能当主席 就坐在边边 因为他姓毛 我想大陆很多姓讲的在那时候也很惨 合法的权威是因为他有这个 特别是制度上的规定 给他有这样的权利 那另外传统的权威是因为 传统的法子给他权利 在家乡的父老 在传统社会就年纪越大的人 是越有权利 你回到家乡以后 那个三淑公啊 五神啊 三淑公这种话 三淑公啊 五金婆啊这种话 都在乡下有很有权利 你妈可能会说 你就跟他打一声招呼说你回来了 其实你要是回到某些地方 你大概从进乡的那一口 那个刹那全部人都知道这样 里长可能会广播这样 那那些遥远遥远遥远大学 学生回来 现在大家给他打拨打一下这样 可能会有这样 个人魅力 天重英明 这是靠个人的特质 可是个人的特质呢 其实是被烘托出来的 所以很多古代的长官 在戒严时期 或者在这种不民主的地方 那常常要把领袖 烘托到很伟大的地步 就创造很多领袖小兽的故事 反正没人在场 不管领袖怎么看鱼跳啦 拿筷子撤自己喉咙的深度啦 那都是错误的行为示范 但是呢都会被认为 这个领袖的聪明从小 现在你看北韩的领袖 哪一国领袖 都还是要创造自己从小 哇好认真的去念书 或干什么的这样 没有人说 那个领袖从小就在那边 每天在家里打混 然后他就是天重英明 所以他考试都过 没有这种故事的 你在从中学小学 都要念你这个性格教育 要让你强烈的性格 都是有那种很奇特很奇的人 我们小时候要念的叫 纳尔逊将军 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将军 纳尔逊将军打过什么仗 我们没有人搞清楚 纳尔逊将军的故事就是下大学 他哥说不要去学校 他说不一定要去学校 就这样冒着风雨无阻的精神 就到了学校 故事就结束 也不能再讲下去了 因为讲下去就是说 学校没开门 大家的暴风雪哪去学校 只有他到 他到了发现 美老师上课又回家了 这是我觉得应该有的结尾 可是结尾太不撑头了 前面你看 多么训练小朋友要风雨无阻 到后来学校没开门 你看吧 亚斯伯格嘛 所以故事有时候只能讲一半 完全讲出来就尴尬到不行 你不知道那教训是什么 好了 我就把它重整一下了 加了一个戒严法的时期的一个权威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经过那个时期 那个时期很多话不能讲 很多话不能讲 最好不要想 很多课不能教 讲马克思一定要讲他是很坏的人 你就不能够讲他的什么好的地方 那个时代 还有特务跟着上课的 如果老师讲不好的话 老师可能就被送到绿岛去唱小夜曲 这样 老师会唱 老师当然准备好了 随时准备好 去唱绿岛小夜曲 比较小夜曲还不错 什么之类 美国国歌也是啊 很多人就唱到那高音的时候 然后每一个国歌呢 基本上都非常残忍 都是叫什么类似壮志鸡餐 葫芦肉笑谈 可努胸无血这样 现在五族共和的你要喝他的血 你要啃他的肉 你食人足啊你 我年轻的时候满江红一天都很唱啊 要收复大陆啊 叫汉贼不两立啊 每天唱满江红啊 满江红还有两个版本啊 现在没有人唱满江红 不能唱 那就太食人足了吗 那不是文明社会该有的象征啊 法国大跟法国国歌听起来很好听啊 也是类似那种什么 把敌人头砍下来当酒杯 什么之类的话这样 就很不好的话 美国国歌还好一点 只唱不上去而已 那我们中华民国国歌 你们很多人都不会唱嘛 对不对 有一次记者在街头访问 很多人说这什么啊 都不会唱这样 国旗歌你们大家会唱 以前我们小时候 唱完国歌然后唱国旗歌 然后看电影还有国歌 所以你不唱国歌都很难 那时候要测量谁是大陆偷渡客 就叫他唱国歌 他只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样 那你就知道他是偷渡客 现在你叫台湾人唱国歌他也不会 那大家都偷渡客 标准已经不一样了 那接下来呢这个习惯 习惯也是那个 那有暴力啦 不是 那个人际关系里面的行为 有些纯粹是习惯 这个习惯应该往后退两格 往后退两格 那有些是暴力 那有些是规范 规范有道德有法律 法律是号称道德最后一套防线 但现在有些法律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譬如说你捡到东西你有30%的留置权 你可以要求对方给你30%的呢 像你学民法 对不对 所以有人捡到一个那个人家的电脑 就要求30%给他 那我想那就拿刀子来嘛 对不对 大家量一下嘛 对不对 可这一半嘛 你卖蛋糕啊你 捡到100%就应该还给人家 那我就问了一些人 他说因为很多人捡到不还啊 你这样表示有那个答案 给他30%他就有还的可能性会增加呀 这什么头脑这是 纯粹是那种坏人心术的头脑 我捡到东西我还下30% 跟我捡到东西我不还他 哪个比较乏算呢 当然不还他划算了 我多赚70%啊 你就没有这种头脑呢 我还他了我只拿30% 我不还他我拿70% 谁逮着我了 逮着我说你偷的 我没偷 我在不想捡的啊 你可以看那个调监视录影带啊 我捡的啊 那我不知道是谁的啊 那我忙啊 我就带回来了啊 我本来要丢到警察局 没想到你们先找到我啊 那你怎样呢 30%留自己的钱会比较容易 人家拿出来 我都不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 我这一代的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这种事情 拿人家都本来就给 捡到人家都本来就给还人家的 这是简单的事情 只有法律告诉你 你可以留30% 你捡到地上捡到一笔钱 上这个新闻就上 人家穷苦人家 好不容易从哪里借到10万块钱 要去干嘛干嘛 结果他要留30% 说你要你要 法律上我可以这样 法律上你可以啊 那后来那个人还把钱还了 被人家大骂一顿以后 所有人那样不仅是乡民的正义 不是乡民也有正义啊 开什么玩笑 把他透骂一顿 他就把钱还了 还很不高兴这样 我明明就合法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合法你不合道德 这法律就是坏法律 非常坏的法律 谁制定的 谁应该好好咬一下舌头 把这30%咬掉这样 真是什么道理呢 完全不懂 好了那结果 人际关系的结果 不管怎么样的冲突 怎么样的合作 一个叫顺应 就一方遵守 另外一方设下的规矩 顺应 就任命的意思啊 你权力比人家差吗 你赚的钱比人家少吗 你就听他的话嘛 这通常在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下属特别容易表示出 顺应的这种结果 老板说什么 你可以在上网骂他猪头 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是老板 你还是照拼 下那个私下骂他这样 童话你跟他一模一样 这通常讲在两个不同 文化的高低的时候 两个群体 然后那个低等文化的人 会受到高等文化的影响 那这叫童话 那奴役呢 就是也是两个文化 特别是经过战争以后 那个战胜的一方 会将失败的那方当成奴隶 这在古代很多文化里面 都有这样充当奴隶 所以男的女的都充当奴隶 有的会把男女杀掉 有的会留下来当奴隶 那个我小时候常念的故事 岳王勾建的故事就是这样 他就卧心肠胆 然后最后就复国了这样 可是这都故事的一半不能再往下讲 讲下去他国也亡 富有什么用呢 最后就被秦朝统一天下 所以这都不重要 所以我小时候念到很多东西呢 长大又发现都是大人骗你的 历代人一直骗你 那故事为什么不往下讲呢 你就讲这一段 讲这一段很美啊 就像你看一个人 能只能看他的眼睛吗 看他嘴巴 哇他嘴巴好美啊 那我跟他见面好了 一见面 你怎么就只有嘴巴美呢 嘴巴美也得配其余他的地方 对不对 好 童话 奴役 绝种 绝种当然是最残忍的啦 历史上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 我一直找不到这个版本的出处 我听了故事不知道出处在哪 有一次有个学生问我 我还讲错了出处 真的很不好意思 这版本是什么呢 就是周幽王各位知道吧 这个居然被嗜好叫幽 他就蛮幽的这样 不是幽略的幽 是幽愁的幽这样 不是 是那个幽这样 周幽王都说他宠一个女人叫什么 包四 对不对 包四有个英文名字 大家都知道 叫Pause 这很好笑 怎么能变成笑呢 Pause 老师还特别为你们看电视 结果讲的电视上 都你们完全不懂 Pause 洗手的吗 不是不咬手的那种吗 Pause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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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 包四 讲这个你们也不会笑 我干嘛呢我 我就认真讲课就好 我就非常无聊的讲课 包四呢 就是说周幽王宠包四 那包四怎么来你知道吗 你知道后面的故事吗 包四都不笑嘛 对不对 然后周幽王为了宠他 就像就想尽且把人家笑 他都不笑 就发现点风火招了兵来 他就开始笑 就说啊 那就这样的 后来那些兵的就常常跑跑跑 他也没事 又跑跑跑又没事的 然后后来就 狼孩就不来的 后来什么西戎进兵 然后周王室就灭了嘛 没人来嘛 觉得都开玩笑嘛 就是为了让那女人一笑嘛 这样 那这女人为什么不笑呢 各位知道了吗 没有人去追这个故事 这女人神经病是怎样 本来为什么不笑呢 你看你就笑了 对不对 包四就不笑啊 为什么 各位知道吗 这一个版本的故事这么说的 因为呢 包四的爸爸被封在包城 那是一个城 所以他以城为姓 以前贵族才有姓的 一般人没姓的 日本人好像到了明治为姓 还是什么时候 才一般人才有姓 所以叫田边啊什么那些 都是下城阶级 上城阶级都有姓 藤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姓 这是日本 好 回到这 所以包城呢被封了 封了以后呢 当然这个古代的王 开玩笑 赵孟贵枝 赵孟能健身 我今天让你成为包城的王 我哪一天就把你干掉 包城的王好像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让周王不满 周王就派兵把全部人 全包城都杀了 剩下包私 你想 有一个人来把全教师的人杀了 包括孙老师 孙老师当他第一个杀的 开玩笑 他不杀还行嘛 反正我比较老 我可以先死 剩下一个女生 不管他为什么原因 剩下一个女生 你说这女同学笑得出来吗 这女同学假如笑得出来 你就啼笑了 你是怎样呢 你怎么笑得出来呢 你想自己家人被杀了 这个成人都被杀了 你想只有一件事情你要做 复仇 如果女子 手不能挑肩不能提 对不对 跟后来读书人一样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发现最大的武器 就在于你的美貌跟你的笑 所以你就利用这个武器 你就不笑 你看哪一天找到机会 你就把周朝给搞垮 所有城里的男子 没办法抵挡周朝大军 我一个女子 靠着我一笑 所以叫一笑请人成 再笑请人国 后来有人 有读书人写这首诗 一笑请人成 再笑请人成就讲他 所以女同学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我们男人在那边打仗 发明各种武器 打得半死 就乒乓了 最后就靠着你们一笑 就把事情给解了 周朝就没眼了 可是呢 后来就归咎于周我也王宠包四 大家都不去想 那包四怎么来 你杀了全城的人 他不报仇才怪呢 春秋里面 你念国文课不可以高的 春秋說九世必报啊 有仇 中国古代没有什么 什么什麽 什么叫什麽 以德报怨的 开什么玩笑 以德报怨何以报職啊 孔子早说啦 人家对你不好 你還對他好 那這個世界還有是非嗎 那對你好的人你怎麼辦 孔子這樣講 他沒人回答 我可以回答 對你好的人你對他更好 佛教是要求以德報怨的 中國人傳統思想沒有人以德報怨的 九世都報啊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啊 在那個時代的觀念這叫意識形態 那你想包四就找了機會要把周朝給滅了 當然其他人都是無辜的就像包城其他人 對不對 那這個領袖總是覺得 你跟他在一塊 你是他們的人 你包城的城主有問題 你殺包城城主就好了 關其他人什麼事 那一樣啊 你對周朝人不滿 你就把周遊王給幹掉就好 然後趁他睡覺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了咩 你幹嘛把其他周朝人都給那個呢 聊嗎 有的時候大局跟小局的問題 Anyway 這是包四的故事 每一個朝代滅亡都要找一個女人來頂替 表示他是罪魁禍首 這是非常糟糕的這種男性史觀 自己做了什麼壞事 自己都不去檢討 自己都不去檢討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好 那這個絕種就是這樣的故事 那現在在這個近百年的歷史 希特勒屠殺猶太人 希望把猶太人殺滅 到了這個前南斯拉夫 塞爾維亞人跟這個 塞爾維亞跟這個 塞爾維亞跟什麼 回家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該表演的都表演完了就可以了 最後還是要平和的解決問題 現在要打仗 那開什麼玩笑 你去看那個其他的國家 你只要上那個BBCCNN 你看那個報的新聞 台灣不報新聞那邊都報都殺來殺去 土耳其現在跟敘利亞 好像要一觸即發的樣子 那邊界吃產生 你都不知道的話 真的很可惜 不要只看台灣了 絕種的問題 不小心人類還會再發生 這不是動物絕種而已 瀕臨絕種動物 這是一種 瀕臨絕種人類 還有這種人類之間的相互的殘殺 在很多地方還是在進行的 非洲的某些軍人也是這樣子的 軍人政變以後 他有槍 然後就你跟他在一塊 他就殺你 管你是誰 你只要非我族類齊心必義 就這種非常非常原始低等的一種想法 最後就是同歸於盡 那這種恐怖分子最容易做的綁炸彈的 人肉炸彈就是這樣子的 我身上綁著炸彈 因為我相信某一個宗教 不是所有回教徒都這樣 我還要強調 不是所有回教徒都這樣 但有些人相信這種東西 然後有些國家就把這當成民主主義的武器來拍 我年輕的時候看抗戰電影 國軍這個武器不如人 怎麼辦呢 綁著手榴彈 然後衝到坦克車下面 然後就爆炸 看著我們熱淚盈眶 現在想想 真不殘忍 真不人道 可是那時候就要看這種愛國電影 你有時候在那什麼電影台 電影台不小心還會看到 重播的 現在看起來都覺得好殘忍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能看戰爭片 新德勒名單不能看 搶救雷恩大兵 雷恩就是人 其他人都不是人嘛 就要搶救他 不能搶救別人 你為了搶救他得死多少人呢 因為他們家已經多少人從事在軍隊犧牲 說要保著最後一個雷恩這樣 所以搶救雷恩大兵是這個故事 當然最後怎麼樣不能告訴你了 我還是不小心看到了後面這樣 沒有看完 我看不下去了這樣 就看到坦克車來了 我就不看了 後來看了報導才知道什麼結果這樣 所以像這種同歸於盡也是一個 在戰爭期間被認為是英勇的行為 特別是你用敵方跟敵方同歸於盡 這在日常 在平常時間 這是不太可思議的事情 都有啊 美國跟日本最強烈戰爭 就是那個硫磺島戰役 硫磺島最近好像聽說 慢慢有一點點開放 不開放了 為什麼不開放觀光 那地方死太多人了 為了那小島死太多人了 後來美國拍了電影 有從日本觀點跟美國觀點拍了電影 美國戰役死最多人就在那硫磺島上 那島有什麼東西啊 有人類的愚昧 好 和解也是一個 你如果出了車禍 他第一個就要求和解 那你如果跟人家有不愉快的地方 可能和解也是一個方法 另外pending 不了了之 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 我就覺得掉一台事情是不了了之 不了一台事情真的會不了了之 那果然到現在又不了了之嘛 將來會有一個定案了 但是將來是多 將來就不知道了 那社會關係很多人想辦法測量 所以早前有發明所謂的社會距離量表 他會問你說 好 那時候美國黑白問題還很嚴重 你願意你的社區裡面住黑人嗎 很多人說願意 表示自己很開明 你願意他是你的鄰居嗎 社區反正住國遠一點沒關係 不願意的人就多一點 你願意你的小孩通常問白人 你願意你的小孩跟黑人結婚嗎 不願意的程度就變高了 所以我可以接受他跟別人結婚 但我不能接受他跟我家人結婚 這就是社會距離量表 就是要撤這個 別忘了就在1933年很早很早 說希特勒那年上台 所以你要想那個時候是 對種族的問題 很多人還有跟現在不太一樣看法 後來一個心理學家叫Morino 他發明了這個 這個字也他發明Sociometry metry就是測量的意思 Social 社會 強調人際關係中吸引力 他就會發一個表給你 他問你說你平常跟誰來往 你上課的時候坐誰旁邊什麼之類的 然後從這個表他就可以畫出來 他就可以這樣子畫一個這種多格表 然後這是1 這是1 這是2 這是2 這是3 這是3 那中間這個自己跟自己關係不算 然後看一半 1跟2來往的時候是怎麼樣 然後1跟3來往的時候是怎麼樣 然後就可以畫這種圖呢 就可以轉換成一個這樣子的圖 這好像什麼呢 這好像保齡球還什麼之類的 然後看誰的線最多 線最多的那個人就是他所謂的star 就是核心人物 譬如說現在大家大一的時候不太認識 那最常被聯絡人是誰班長啊 或者辦活動的什麼人啊 那其他的那個呢 你一年級還看不出來 二年級以後轉系生通常都是這個loner這樣 就是平常大家不會跟他們來往 轉系生就很麻煩 因為他修的課跟同屆的人不太一樣 他就補修很多課 所以轉系生呢 通常會跟下一屆人比較熟 那就會有這樣的圖出來 那還有人是這種 完全跟人家沒關係 班長我誰都不認識 我也不想認識這樣 所以這個圖就可以很明顯地畫出這種 人際關係 那這個當然很簡單啦 後來也有人從互動過程分析 就想得更詳細 那這個我沒看 所以我不太能說的那個 那後來的一個社會學家 我很喜歡那個叫Goffman 他就覺得社會學該研究這種 互動中間有他的秩序在裡面 不是只有社會結構 或歷史才有他的秩序 是互動也有 那這個社會是應該被列為 社會學研究的項目 一般社會心理學有 但社會學裡面 社會心理學教的不多 所以社會心理學好像就變成 一個很奇怪的邊緣科學 像社會學又不像社會學 我們這張基本上在社會心理學會教 社會學有的地方教有的地方不教 那這幾年呢最流行的說法叫 Social Network 社會網絡 不是網路網絡 Network 那網絡有幾個基本概念 像節點 這個也像網絡啦 這個節點 每一個人在有會合的地方 關係會合的地方都是一個節點 那個Line就代表關係 那這關係呢有時候看你怎麼界定 我們一條線你可以畫的粗一點 你可以畫的細一點 或者可以用其他的線表示不同的關係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表達方式 你可以稍微複雜一點 那另外還有中央性 就是你基本上處於一個 所謂star的位置 大家都要透過你這樣 那你是這個團體的主角 誰是團體裡面的這個紅人 這個一般人 你是那個團體你就知道 但是可以透過這個外人也可以知道 觀察一個團體的互動 尤其一群陌生人去參加一個活動 誰馬上會突出來變成領袖的人物 很容易就看出來 誰是那種永遠在默默那邊的 參加過活動沒有人記得他的 那都適合當情報員 因為你在那裡沒有人知道 臥底你知道嗎 很重要的人就是這種 所以每個人都有他的長才 有的人一開始到一個新的團體 馬上展現領袖特質 什麼事情 taking charge 他們in charge 所以這個同學之間也是這樣 各位都來自很好的學校 那你在你的學校可能是風雲人物 你到了台大以後你大概就像一陣風 沒人理你 像一片雲沒人理你這樣 你的風仍然是風仍然是雲 浮雲與我何有哉這樣 然後你還是個人物 在你回到學母校的時候 你去介紹推廣這個台灣大學 那你是個人物 其他的你大概沒有人理你 在台大常常很多人到這邊來 變得非常的沮喪 因為過去的風光不在 這個很多人已經經過洗牌了 最高最早的是你在高中 你念明星高中的話 你以前來自明星國中 那在明星國中呢 你是不得了人物 然後你萬一還是外現實來 進了天龍國 你發現天龍國的人物還得了 那根本就是長的都不一樣 那就像那個龍一樣 你知道嗎 看起來很凶惡看起來很那個 然後一堆靈這樣 還有些逆靈你別碰到他這個 你碰到他逆靈他殺了你這樣 那就叫一關一關 你到那個學校玩了 又來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玩了 你剛才有機會到美國去念書 那個是世界一流的人都集中在那 If you can make it there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 你在那裡都搞定的話 全世界就讓你玩的啦 所以我都覺得你要參加終極挑戰 不要在區域賽就覺得我是冠軍了 我是區域冠軍了 我是2012年區域冠軍 開什麼玩笑 各位申請學校的時候常常有那種什麼 我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參加什麼XX式的縣長獎得第三名 然後有個證書然後跟縣長合照這樣 那是你們的光榮嗎 人生的光榮在很早的時候不如在最後這樣 所以你到這地方來還有好多要學的地方 要先更正一下 剛剛包四四寫錯了 包四四是這個 好 剛剛寫錯了 好 那個我們再回到下面 除了社會網絡之外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現在很流行叫社會資本 那社會資本的概念呢 有時候會跟日常生活的有些用詞會 會一樣 那他社會資本的意思就 透過關係所獲得的資本 你看這資本等於沒解釋嘛 就對你在社會行為上是有利的東西 那有包括個人的資源跟社會的資源 那個人 那他的項度包含了社會經濟政治三方面 那位置上呢就有地位 那隨著個人來就是民生 那經濟上是有階級 那隨著個人的就是財富 政治上有權威隨著個人就是權利 所以民生財富權利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社會資本 那其實身體也是啦 你長得漂亮的人 你就不必靠著念書 或其他的就可以在社會上立足 很多人可以走演藝事業 長得漂亮的人有這個特別的地方 所以身體也是一個 所以演藝人員就得花很多時間 跟精力去保護他的身體 化妝啦 美白啦 女性 男性就要健身啦 露出六塊肌啦這樣 如果教授花太多時間在練六塊肌 大概是體育的老師 不然的話我會想出為什麼需要這樣 好 這是講這個人際 人際關係的部分 接下來講到的是自我 他人跟角色跟地位 這社會學很早就發展出來 我們很多人認為一個人就是一個人 那社會學家認為一個人呢 基本上你看到的其實是一個角色 至於這個人 或有時候叫person 怎麼一回事 就有哲學上的討論 那社會學家呢 會看到所謂的自我 或者自己 我們知道生活的用詞 英文呢就有self跟ego 有人呢 都把兩個字 self跟ego 當成同樣的意思 但是少數學者 會根據他自己理論上的需要 要做不同的選擇 或者把兩者當成同意字 這你要看 這個對方怎麼說的 那一種說法呢 最早的時候都講self 跟ego 跟alter ego 最早在1950年代 你看到書 他們講到一個人 都講叫ego 另外那個人 跟他互動的一個人 就叫alter ego alter ego 就是另外一個自己的意思 這是一個拉丁文 那後來就不講這個了 後來就講self 也不太講ego 那另外一個人就叫the other 或者有時候the也沒有 就是other 所以這是社會學裡面 不會強調只有self self跟other 或the other是連在一塊 由自己 常常就是因為你跟別人互動 你才知道你的self 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個跟心理 所以社會學裡面用的self 比較多 用ego用的比較少 那你看這個講義41頁 在這裡佛洛伊德用的是ego 跟super ego 這非常非常有名 他講的不是self 不是用這個字眼 那本我呢 是那種內心的一個 內在的一個衝動 一個生理上 那自我呢 是考慮到內在衝動 跟社會要求之間 夹縫中生存這個 那超我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 比較道德的 符合社會規範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的超我很強的人 就是你道德感很強的人 你如果本能很衝動的人 基本上屬於這種本我型的人 那在這中間就是自我 只是降板 就ego在這裡也翻自我 但這跟社會學的分類 比較沒有關係 那心理分析裡面 現在所謂的課體關係理論 這課體關係理論 就已經很像 很多學科都彼此不來往 所以不知道說 其實在別學科 有些概念是一樣 他講呢 主體在心理上 跟幻想上 或實際上 向真實的他人 或內在他人 發生的關聯 在社會學就講self 跟the other 那他只是強調 這里要的有些是內化的 不是真實存在 你自己心中有一個人 這個人可能是幻想出來的 美國人有人研究小朋友 小朋友有imaginary friend 想像出來的朋友 並不存在真實世界 你不要不把他拍成鬼片 都還蠻可愛的 拍成鬼片就很恐怖 這樣他其實看到鬼 這樣還有一個電影 是布魯斯威利演的 他其實死掉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知道他死掉 那電影都拍到哪一個時候 他才知道他自己已經死掉 像這樣 這樣子的事情 那這都是電影 文化的那個面 來反映這樣的事情 那社會學最早的概念 叫looking glass self 有人翻成長頁 叫鏡中自我 有人翻成鏡我 就自我的形成 像照鏡子 這idea是從這兒來的 looking glass self 那照鏡子呢 你會看到鏡子裡面的自己 然後做出頻段說 哎呦 我怎麼那麼胖 像我那天看到自己的錄影袋 看了兩小時的這個錄影 看完真的是 當下發誓要結實 後來想想 這就是我的特色 當下又發現 不要結實 所以 looking glass self 那又跟the primary group primary group 就是你生活中 最密切的團體 會根據你的成長 會不太一樣 那這些團體呢 都是你映照自我的一個鏡子 你跟什麼樣的人來往 那個人對你的回饋 會讓你修正你的看法 有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是這樣的人 特別在高中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的人 很受到你同學的反應的影響 很多人為了要迎合同學的想法 就做出同學喜歡的自己 而不是你喜歡的自己 這個你在那些年的電影 撇開愛情的部分 那一群人要混 就是要同學喜歡我什麼樣 我就要怎麼樣 迎合別人 做順應的這種行為 那這個 所以初級團體 跟這鏡中自我 是一個連起來的概念 鏡中自我 那另外呢 知識跟溝通 這是另外一個人提出來 所以這個知識呢 就是說我們日常生活 其實不只是靠口語表達 我們的某些知識 也反映了我們的心理的意見 那有時候只是敢怒不敢言 或者在社會行為上面呢 在不能講話的場合 或者不想講話的場合 你會表現的姿態 兩手插著 就是非常明顯的一個姿態 那現在都有書上教你 什麼身體語言 每個行為 兩腳交叉 什麼意思啦 做的時候 或者往前請 往後請啦 臉上的表情 什麼意思啦 現在慢慢都有這種 那到了極致的話 有像美國FBI 有聘請這種專家 叫profiler 測血的人 然後可以知道 從犯罪的手法 從屍體的方式 可以猜出 預想出這樣的犯罪者 大概是什麼樣的年齡 性別 大概他的成長過程 大概是怎麼樣 有沒有犯罪的經驗 他們都可以根據這個 做一個測血這樣 這個電視上非常多 那有的時候 都是過度誇大 假如那樣的話 哪有破不了的案 到現在為止 很多國家 都還有破不了的案 有profiler跟沒有 或者有些科學解驗儀器 還是有有窮之處 那這個知識跟溝通 特別強調這個 阻我跟客我 這個通常呢 我們會先發現客我 客我就是別人 對我們的反應 然後我們再根據 別人對我的反應 加以調整 做出別人喜歡的樣子 還是要跟別人說 我們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你通常就要客我 別人的對你的印象 然後反應給你知道 譬如說有人就說 孫老師你好胖喔 這就是我的客我 好胖的我 我說哪會啊 那你不認識誰誰誰 譬如說你不認識愛未未 愛未未才胖 愛未未是誰 就長得很像趙順那個人 那就是愛未未 你可以上網接觸一下 好 去查一下 那個我們的一個官員 完全不知道愛未未是誰 把他認為是趙順 這就被求到了這樣 重要關係人跟概化他人 這我們有講過 就在這重要關係人 這個概念現在很多人用 重要關係人就是在你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人 我們在美國念書的第一個禮拜 要參加party 社會系的公告就貼出來說 Bring your significant others 不能說帶你太太 有人沒太太 帶你伴侶也怪怪的 有人沒伴侶 反正任何人在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都歡迎你帶他來 你的 significant others 還加S 如果小三很重要你就帶來 如果狗很重要你也帶來 那都是 significant others 好 所以我們在說 結果美國人現在好先進了 以前講說 我們在台灣都習慣 每個人要不然就是女朋友 要不然就是太太 要不然就沒有 就這麼明確的名分 現在很複雜 非常複雜 那個到底是什麼樣的 所以用Significant others 反而是一個比較容易的 我看有一些 美國的情境喜劇 這句話好像也慢慢變成 日常生活用語 而不是那麼專門用語 那概化他人 就是沒有明講哪一個人 而是一種社會 或傳統的一個代表 那還有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不是演戲而已 我們日常生活 有些時候你轉述別人的講法 有人很會模仿 像我就很會模仿 你就有的是模仿聲音 也模仿音調 模仿行為 你再厲害一點 就可以去電視表演了 那我還沒那麼厲害 所以這是大部分人都會的事情 會到什麼地步而已 所以我們從小到大 雖然你小時候到現在為止 各位大概還沒有當爸爸 還沒有當媽媽 但是要你模仿爸爸媽媽 你大概在小時候 玩伴家家酒都會了 媽媽大概就是怎麼樣 爸爸大概怎麼樣 就從你從家裡面學習到 所以你哪一天當了爸媽 就潛移默化 這叫社會化 有一張我沒特別講到 在一般書裡面都有 那就是這樣 小女孩在有一個階段 會穿著母親的高跟鞋 然後面對鏡子 戴著母親的首飾 然後化妝 小女孩不是你們十幾歲這種 更小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社會化 然後那個小男孩會拿著槍 然後當作自己在打仗 尤其看了很多那種 軍國主義的電影以後 那這也是一種社會化 我上次有說過 有些德國的家長 反對那種武器的玩具 這在我們台灣來看 好像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那時候剛回來 有的朋友從德國回來 他就不讓他的小孩 玩任何刀劍這樣的東西 後來怎麼樣不知道 因為那個小孩 後來就不太有聯絡 所以不知道後來 這小孩不玩刀劍 會不會有什麼明顯的後果 另外一個概念很重要 就是角色跟角色組 我們人呢 每個人在不同的場合 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你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出現 那這個場合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角色組 然後如果你從小到大 那這個角色組就更大 所以角色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 而是一組概念 這不是只有兩樣 這有點像啤酒或什麼的 是六個一打的這種東西 一手啤酒你們現在叫做 對不對 地位也是一樣 這是原來人類學家創的 那角色這個詞呢 原來只有在演戲的之後 會講到 那社會學家 一直把它用過來 有剛剛講的 繼承的角色 有人翻成先父的角色 跟努力的角色 有的翻成後天的角色 那角色組呢 角色組的 Robert K. Murton 還上過他的課 我們莫頓老師真的是 博學多文啊 我們當學生跟他比起來 根本就很難 我去上他課的時候 他已經七十好幾了 得了八經身症 所以呢講話會抖的抖抖 然後常常要吃顆糖 因為好像血糖太低 但又糖尿病了 他活到九十幾歲好像 我1999年去美國的時候 他還活著 本來說要跟我通一面 還要見面 雖然他完全不記得我是誰 我修過他三門課 在各大修他課修最多的 每次講課呢 他只要一插嘴就上不完 他一插嘴就可以從什麼 1930年代的時候 就開始這樣 就開始這樣滔滔不絕的這樣 就講下去這樣 那有時候他自己知道 說你們同學講啊 天啊在那麼有學人的面前 誰敢講話啊 大家就閉著講的話 就顯得你的無知啊 老師說你們怎麼都不講話呢 讓我想起1930年代 然後就開始了這樣 我還沒等我們整理好思緒 他就開始講這樣 我發現我多多少少都 成績了老師的一些 不好的毛病 好的好像都沒有學到 不好的學了一堆 所以他認為角色跟地位 都不是一組的 譬如拿我自己當例子吧 我現在上課我是老師啦 等一下去吃飯 我就是消費者啦 但吃飯的裡面有同學 有什麼我還是有老師啦對不對 然後我點菜的時候我是消費者 聊天的時候我是老師啊 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付帳的時候又是消費者 然後走在路上是路人啊 然後萬一被撞了就是病人啊 然後死了就死者啊 沒死就傷患啊 所以這個你看一個人有多少角色 你們同學也是啊 在教室裡面是學生 等下出去買便當也是消費者啊 坐車是乘客啊 那你就遵守不同的規矩 你在學校可以吃便當 你上了捷運你吃便當你試試看 你錢多嘛 現在台灣比較明確的沒有人吃便當 剛開始捷運剛開始的時候 還是有人在餵小孩吃 就躲在那種角落你知道嗎 他認為只要在樓梯下面就沒人看到 所以很多我就見過兩三個在樓梯下面喝水 喝水我覺得真的很小的問題 有人有要吃藥 但吃飯餵吃那個飯糰 這就太大的事情 就被監視器拍到 然後就有人來勸告他 捷運站內不准飲食請遵守規定 然後那個人還說別人在吃了 我想不就你嗎 還有別人嗎 捷運站很多事情不能做 好這角色 但是角色是不是有一個曲目 英文這字很麻煩 中文沒有恰當的話 repertoire是一個法文字 或者進入英文 那你一個小提琴家 或一個鋼琴家 音樂家能夠演奏的那個全部的 就叫repertoire 所以你能夠演奏什麼呢 就像我們教授開課 能開的課程那也是我們的repertoire 那同理你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 生活所扮演的角色的總體 就是一個repertoire 所以叫角色曲目 有一點點不太對 但是你要怎麼反彈 角色總量還是怎麼樣 可能接近 就是所以 那有的是 有角色總量的概念 就有次角色跟主要角色 primary role 哪一天譬如說老師過世了 那老師以什麼主要的角色 寫那個呢 如果我有小孩 當然就寫先父 誰誰誰誰誰誰的那個告別式 沒小孩怎麼辦呢 如果是太太辦 太太還活著就寫先父誰誰誰誰誰 對不對 如果沒有太太呢 那只好以故教授 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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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如果不是教授呢 某某先生嘛 某某小姐嘛 大概只有這樣的嘛 對不對 外星人另外處理 所以我大概想大概就這樣 這就是你的一個主要角色 那個 最後的關係是什麼 這樣 那很多 我們有很多次要角色 所以你在這時候看到我 我的主要角色是老師 禮拜一到禮拜五我的工作是在學校 所以我是老師 如果禮拜六禮拜天 你在遊樂場所看到我 或在觀光地區看到我 那我就是另外一個人了 只是老師在另外一個場所 你要叫我什麼 他還是叫老師啦 對不對 如果我家開店賣東西 你講老闆 很尷尬嗎 這個角色從 我到底叫他老闆 還是叫他老師呢 他賣東西 對不對 然後他是我老師 他還不認得我 或者他認得我 你們有時候都會考慮 老師到底認不認得你 你一旦有這個懷疑 我就知道我認得你 你要是從不懷疑 就這樣走過去 我就知道我不認得你 懂嗎 所以有時候你要裝作 你是我老師 我怎麼不記得 我上個都沒抬頭耶 反正我們也很難死 很難作證 那這個有角色 兩個角色都有規範 但是規範呢 都是不太明確的 你當學生你該怎麼樣 有好好教你嗎 有一條一條告訴你嗎 學生守則 以前我們小時候呢 有那個學生守則 寫了十幾條寫在前面 那個這個裝飾教室用的 從來沒看好好看過 那小學當然也不可能翹課啦 我們小學是 每個小學都乖乖的很 都有位子 所以寫那個白寫嘛 要什麼每天要戴手帕 戴衛生紙 就是為了檢查的 那衛生紙從來沒用過 戴了好久變硬的這樣 我們以前還叫草紙 草紙 以前衛生紙不像你們現在 很容易到街上啊 然後夏天 理髮店就給你一包 給你一包 在那邊啊 謝謝謝謝謝謝 給你一包 我明顯很難得了 所以那三張疊成一疊 最好用一學起 反正真的不會用到 這個角色規範 那還有呢 情感感情規範 每個角色 特別是要跟別人交往的角色 特別是在商業單位 都會有一個情感規範 像你在7000啦 或者你在這個賣飲料啦 老闆都會叫你要戴個笑容賣 你不要不戴笑容賣 在那個最近我看電影 逆光飛翔裡面 他在飲料店打工 老闆說你笑一下會怎樣 他就很不願意笑這樣 那有人就覺得這樣性格啊 那有時候你不笑會吸引別人啊 覺得這女孩子好特別都不笑這樣 那我一定要讓你笑 這就是周幽王跟包四的重生 你知道嗎 你想說包四啊 幽王你來啦 你也穿越來啦 這樣你們兩個人就可以演下去 懂嗎 感情規範 要怎麼樣表達感情 那有一些是別人會教你 譬如說你要去參加葬禮 你絕對不能面帶笑容啦 你要去參加婚禮 就是要面帶笑容啦 參加婚禮完參加葬禮 終於要變化了 沒有婚葬禮這回事 好像有明婚 那不知道該笑還該哭 南部聽說有些女孩子 大概青春期或者在試婚年齡 不幸過世 那家裡人會認為 她這樣的話 會變成孤魂野鬼 像小倩了呀 所以呢 這傳統的觀念 女人一定要嫁到別人家 才歸了祖譜 才有個位置 才不會當孤魂野鬼 那怎麼辦呢 她已經死了 就搞明婚 明婚怎麼搞呢 傳統的說法 就是在那個 人家會經過的路上 電線桿附近啊 就擺一個紅包在那 然後誰撿那個紅包呢 他就是這個明婚的對象 你說那我不願意怎麼辦 你不願意好像也不能辦 因為江湖規矩就是 你一定要願意 辦你就不要亂撿 除非你環保隊員 你不是環保隊員 不要亂撿地上的東西 懂嗎 什麼我有百分之三十留治權 那百分百都你的 這完全沒有百分之三十的問題 好吧 我們以前這種天龍果人 就想不透 我不做不行嗎 不行 這是地方規矩 你不做可能就不見了 就讓你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真的明婚去 懂嗎 這是我們懷疑的 那這個習俗呢 外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需要這樣 那你結婚以後沒有重婚罪 因為在法律上不算 這只是一個民間的一個儀式 那你幫忙好心人 你就幫他那個 也不會在身份上寫 你太太是誰 不會啊 如果有人缺錢可以到南部去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這種習俗 以前我那時代 我媽特別警告我 你到南部去玩 不要亂撿地上的紅包 我媽要怎麼樣 你撿了你就得娶那個鬼新娘 我說媽那會鬧鬼嗎 我就忽然間覺得 那萬一錢很多呢 我可不可以打開先看一下 決定要不要撿 或者我拿那個夾子 先把它剝開對不對 保證我沒碰到啊 我就想了很多情節這樣 我媽覺得我之前 那個非常無聊的兒子 你就不要亂撿就好了 不要去惹人家這樣子 萬一那女鬼 從紅包裡面跑出來 我怎麼辦 對不對 好 所以情感歸半 在各位當同學 當學生對不對 像各位上課 第一堂課 有的人都不太敢笑啊 因為不知道這個笑了 會有什麼後果啊 因為你從高中以來 你都覺得不要笑啊 那老師希望你笑啊 對不對 去聽演講也是啊 這好像是很嚴肅的場合 你萬一笑得很大聲 這會不會造成演講者的困擾 還是演講 就希望你笑得大聲 我上幽默社會學的時候 有個女同學笑得非常大聲這樣 他就有很大的困擾 他上我的課就沒有困擾 因為我的課鼓勵你笑大聲一點 那就是情感規範 情感規範有時候會因人而異 因為大部分人會覺得 我們應該尊重演講者 不要在上面講話 不要在那邊專心聽講 要不然就打瞌睡 打呼聲不要太大等等 這都簡單的情感規範 對不對 那有些老師會說 你要睡覺出去睡覺 那你說謝謝老師 那你就出去睡覺嘛 對不對 有些老師裝作沒看到嗎 那小學老師更厲害了 從我們那時代 現在應該沒有 我們小學老師 小學有時候小學生很累 去下午以後 雖然有睡午覺 那小學生打呼啊 或者小學生睡覺就這樣 然後老師就逼著 覺得是粉筆的入口 你知道嗎 所以有些老師就訓練出 相機丟過去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 那個老師都好準啊 就醒了 沒有吞下去就好 我覺得那個時代 已經過去有點可惜 好 那角色兩難 角色兩難 跟角色衝突 是兩個很相近的概念 但是差別在哪 角色兩難是 同一個角色 有不同的規範的衝突 你尊敬老師 那老師講錯了 你要不要糾正老師 像剛剛老師就講錯了 包四的四 現在有錄影 你就算了 要不然你就說 我知道老師講錯了嗎 我幹嘛跟他講呢 萬一他腦羞成怒 記得我了 這不是麻煩了嗎 我有比老師聰明嗎 沒有 老師說那個包四 那就是那個包四 好啦 你可以這樣 獲悉你啊 你也可以很正直的說 老師你寫錯了 老師一看 對 謝謝同學 可能有些老師覺得 我哪有寫錯啊 那是WINEPL 說歷史上都錯了 應該是那個是 硬拗 那你大概知道以後 就不要跟他講話了 這樣 以前我們老師有硬拗的 現在大概很難了 因為現在你要求知識很容易 以前求知識很難 沒有Wikipedia 這種東西上網一下查到 你必須去念書 大部分學生都不念書 老師念的書 有一次我高中歷史老師 說這個天野論這本書啊 是達爾文寫的 我老師天野論不是達爾文寫 是賀虛黎寫的 老師說不 是達爾文寫的 我就閉口了 本來下禮拜想買一本天野論 放在老師的桌上 讓老師看一下 寫賀虛黎啊 嚴復翻譯啊 這我有買過啊 我雖然沒看 但我買過 我至少知道作者是誰 老師就相信是達爾文寫的 那你們怎麼辦呢 這角色兩難啊 你要說還是不說 大部分人選擇不說 不說比較安全 我們的文化強調不說 那你怎麼知道 這不是個陷阱啊 你說的全班最高分 你不說你就是 全班都沒有人注意上課聽講 角色兩難 所以無礙無礙真理 那有規範就有反規範 老師教你的就有老師沒教你的 社會教你的 我們在老師在學校裡教你 永遠教你見義勇為啊 可是你爸媽都告訴你 個人至少門前選修管 他人瓦上雙 弟弟啊妹妹啊 你要是看到這床有人吵架 趕快躲開 免得遭遲餘之殃 如果發生車禍怎麼辦 你就頂多你跑遠一點 然後打119 不要說你是誰 免得人家找到你 就覺得你有嫌疑 我剛回來的時候 有人就告訴我這個故事 說他呢開車 然後就看到前面有人 被其他車撞傷了 他就下來幫著那個人 還是帶那個人送到醫院 然後那個人昏迷 結果那個家屬一來就覺得 這個人就是造勢的兇手 硬要他賠 要他留下什麼資料來 什麼什麼他就覺得很困擾 我幫你 你竟然認為我是造 那時候也沒什麼那種監視 錄影什麼什麼 行車記錄器這些東西 百口莫辯啊 百口莫辯 他就非常非常生氣 剛從美國回來 非常生氣 然後最後人家說 那我們和解好了 這個他的醫藥費 你要全出以外 那摩托車你要3萬塊 然後什麼什麼這樣 他就我不出 不出我告你 你說到法院去誰會有道理 然後那傢伙昏迷不行 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天理這樣 我說那你付的錢沒有 還沒付 但是這個事情 所有資料被人家超去了這樣 後來怎麼樣我不知道 這他非常非常生氣 怎麼會這樣 那你說這樣的話 人家誰還敢幫助誰嗎 我說你都沒人教你嗎 我從很早就有人教我啊 發現車禍你不要在現場 那你在別的地方打電話 說有車禍 這就是你市民可以做到的責任 你要是去幫了忙 到時候出什麼事情 人家找你 那這個社會這樣 我們自己出事 然後沒有人來幫忙 你不覺得這樣 這樣有道理嗎 可是你幫忙了又被這樣栽贓 這也是角色兩樣 作為一個看到車禍發生的人 你要不要見義勇為 這個日常生活都會碰到這種難題 全班都作弊 你要不要告訴老師 你沒作弊 你要不要告訴老師 你要當爪爬子嗎 為什麼我說全班作弊 我就爪爬子 你們自己作弊 你們自己叫什麼來著的 我爪爬子你是落葉嗎 或者你是什麼呢 爪爬子是掃地的那個 我今天看到有人在那邊掃落葉嘛 我想爪爬子沒有相應的字嗎 爪爬子好像不好 可是爪爬子是 如果你是為了你自己的利益 那當然不好 如果你為的是一個社會公益 這什麼不好呢 為什麼要給這種 christal blower 我們給一個名字叫爪爬子 沒有更好的是正義使者 為什麼沒有給這樣的正好的封號 要叫爪爬子 它不是豬八戒 豬八戒拿著那個 那也叫釘爬吧 角色衝突是不同角色間的規範 作為一個老師 跟作為一個先生 可能有不同的規範 那萬一衝突了怎麼辦 如果家裡發生事情 那我要好好上完課 還是我要先回家 社會習俗都會叫你先回家 家裡發生事情 對不對 那有的老師就覺得 我要先禁止老師的責任 剛剛講的 Erving Goffman 1960年代末期 他在博客來教書 警察他在上課 警察來了 說 Mr. Goffman Your wife suit commit suicide 你的太太 自殺了 他說 繼續上課 上完才走 不懷疑他殺的嗎 有時候不回去看一下 你應該說 蛤 他的精神有問題 那這個是故事 很多人覺得他不盡人情 在美國這種事情 都不盡人情 覺得美國人 反正他已經自殺了 不會跑哪兒去嗎 She's not going anywhere So 等上完課再說 補課很麻煩 今天要是任何一個老師 有警察說 你家人怎麼樣 他還繼續上課 你們同學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一定嘛 對不對 這沒有角色衝突的問題 就我們人之常情 都可以原諒這樣的事情 那角色衝突 忠孝不能兩全啦 對不對 那這都是角色衝突 你作為一個人的小孩 跟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 你該怎麼辦 歷來的 歷來的當政者 都要求忠誠於孝子之門 什麼樣人是忠誠 那個對家庭很好 那人是忠誠 對家庭很好 他出來打仗幹什麼 他出來打仗幹什麼 我就在我的小世界 活得好好的 關我什麼事 誰當皇帝 關我什麼事 古代人呢 現代人也是有些人 投票 我投票幹什麼 誰當總統 關我什麼事 我還不知道 過日子 那有人就覺得 你放棄民主的權利 關我什麼事 誰當還不是一樣 有人就有這種概念 那這個有時候 你從另外一個立場來看 就是角色什麼 不同的角色規範 你沒有盡到你公民的責任 有人會這樣看你 那角色緊張呢 就沒有規範衝突 卻因為時間 力氣不堪負荷 不能達到要求時 所感受到的困難 老師理論上要上課 對不對 那老師可能前一天 不知道幹了什麼 累得要死 然後來上課 有氣無力 或者講不完 那怎麼辦 同學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你大家說 老師你趕快去看醫生吧 老師出去就生龍火火 然後去交女朋友去 你怎麼辦 角色緊張 這是表示有責任感的人 才有緊張的概念 沒責任感的人 哪有緊張呢 他覺得上課就這樣啊 我教你們那麼多幹什麼 反正你也不會appreciate 那我就隨便交交好了 這就是混 這已經沒有緊張 所以緊張還是有責任感的 別忘了 他會覺得自己該做的很好 沒做的很好 好 那角色距離呢 就有意違反角色規範的要求 跟自己的角色保持一個特定的距離 Goffman用的這個詞 他還寫了一篇文章 但他舉到的例子 就說 軍人 特別是軍隊的長官 在戰場上 然後去前線 看這個軍 看其他兵 那兵看到長官來嚇死了 然後敬禮外 那帽子歪了怎麼樣 那長官竟然替他整理服裝儀容 這個就是 越出他角色的行為 長官不需要做這個事 但是表示你親近士兵 那對士兵來講很感動 你沒有破口大罵 你這個服裝儀容什麼一回事 我們軍人最重視就是李懿 你可以把他罵到不行 那你也可以表現出對他的關心 這是他舉的例子 Roll distance 那就像我們老師跟同學一樣 我們老師到底該做到什麼地步 同學如果譬如說 家境有難 我們是該發起樂捐呢 還是怎麼樣 同學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該給你什麼 你功課出了問題 我們是不是介紹你到這個 教學發展中心去找小老師 還有我們能提供什麼 然後再說 譬如說各位同學有情感問題 那我就愛情社會學 你會考慮要不要來跟孫老師講一講 如果你來我跟你說 對不起老師很忙 這事情該由心腹中心 那你會覺得老師在推卸的責任呢 還是老師質疑你一個方向 像這個有時候就同樣的事情 就看怎麼去解釋這樣的問題 就角色距離 還是老師講 那很多老師做法 跟輔導專業人做法不一樣 輔導專業人強調 當事人的自覺 自己了解的狀況以後 自己決定 然後自己負責 那有的老師可能就會給你 具體的建議 他不管你的想法 你為什麼不跟他分手呢 我就覺得你該跟他分手啊 我們導導老師有這個爽快之處 輔導老師可能就說 那你認為怎麼樣呢 那你覺得這樣做怎麼樣呢 你的困擾是什麼呢 那你都講完了 你覺得 給我一點意見嘛 那你覺得你該有怎麼樣的路 走才好呢 你覺得 怎麼是碰壁了 什麼聲音都回來了 這樣 好 這是不同的專業 不同的做法 那角色與認同 還有身分的問題 你覺得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就identify那個人 那個那個東西 就變成你的identity 好 你希望上社會學 或者你希望大學四年 畢業的時候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們不是要做一個 這樣的作業嘛 已經做了對不對 這就是你的identity的問題 有人會認同 你是台大的學生 或者某一個科系的學生 有人不會 有人認同 自己是那個科系 想要轉系的學生 有人會認同 自己是那個科系很爛的學生 因為自己沒學好 然後反正慢慢混 也混過去 這樣 那最麻煩的是 就是角色跟全人的概念 person 或total person 角色是不是 所有角色 集合起來就是一個person 我們在講 某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的時候 我們其實某種程度 是講到他的某一個角色 像各位 如果在私下 談論到孫老師的時候 你會怎麼講呢 如果你只能講一句話 孫老師他很幽默 那這很幽默 是不是我的一個角色 還是我的個性 還是什麼 孫老師很胖 這是毀謗 懂嗎 也是實情 毀謗是我隨便講的 這其實是實情 我自己都認同的 所以角色有幾個看法 角色的總和 構成一個全人 那這是有一個 累加的概念 有個sigma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夸號E加到N 等於什麼東西 這樣 然後呢 角色的總和呢 加上其他才是個全人 因為全人呢 還包括自己的角色衝突 什麼什麼的 那個狀況 那狀況不是在 你在單一角色的時候 會發生的 那那個才叫做全人 所以加了一個x factor 另外呢 就沒有全人 只有角色 沒有全人這個概念 全人是你想出來 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什麼相加總和 這種東西 那Goffman的立場 在有一本書 你們家可能會碰 會念到 叫做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 這中文的翻譯 我不太喜歡表演這個字 我比較喜歡呈現這個字 那他認為 一般翻譯者認為 他竟然講的是 用戲劇的比喻 就用表演 那那個也是 那到底他 他的立場是什麼 人在日常生活 中的表演 是不是很假 這是一般世俗上 尤其在高中階段 你會覺得大人世界 都非常的假 那天我看一個演藝人員 他跟他姐姐 是以大小來區分的 各位知道那個演藝人員嗎 演藝人員就說他自己呢 剛開始年輕的時候 也會覺得大人世界很假 那他覺得有時候假並不是不好 假有時候是為別人著想 他說在他的那個 婆婆前 跟在他媽媽前 他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那他完全沒有角色的概念 他在學一點社會學到第幾堂課 他就知道這是角色行為 這是正常到不行的 可是呢 你如果用傳統概念沒有學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很虛偽 大人都是很虛偽的 沒想到因為角色的規範不同 你當然要表現不一樣啊 一個人就算生氣 你在7-7在當班的時候 你就要表現出很服務人的樣子啊 你不能繼續把那臭臉擺在那裡啊 這就是你的專業精神啊 再難過你也得把你專業辦好啊 這就是現在的這種職業的專業精神 都跟職業倫理啊 好你不能 你什麼事情都寫在你臉上 那人家看你的臭臉 人家來消費 他不是你朋友 為什麼需要看你的臭臉呢 老師也一樣啊 我們老師是來教書的 如果老師把喜怒哀樂 自己生活上其他喜怒哀樂 都帶進這個課堂上來 你會很辛苦的啊 老師快樂你快樂 老師難過你難過 老師發神經 你也發神經 所以這角色跟全人的概念 有幾種不同的立場 那角色呢 有時候是一種期待 你當老師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就表示你對當老師的行為 有一個看法 跟那個人 你罵的那個人是不一樣 當老師怎麼可以跟學生談戀愛 怎麼跟差27歲 這什麼話 那我是人人都愛的老師 我回來了 那 人家也只愛那個人 也沒去全部人都愛啊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期待 期待老師有高尚的行為 那這行為不高尚嗎 這就可以討論了 有人認為不高尚 你藉著這個知道老師的名義 然後這個讓學生愛上 學生也很尷尬 這裡面就角色衝突了 你到底稱你的愛人 要稱他老師還是稱他嘟嘟 因為他胖啊 那他叫嘟嘟 那我叫什麼呢 小胖 大胖 老胖 真胖 肥胖 所以角色期待跟實際的行為 還是我們對他的期待 這個你在日常生活 常常可以看到 常常可以看到 那沒有人好好去討論 大家呢 尤其碰到社會上的事情 尤其跟政府官員有關的事情 或典役人員有關的事情 就是一陣亂七八糟 亂棒獨打 然後大家就走了這樣 就像惡少在那個黑暗的巷子裡面 隨便把人家打一頓 所以大眾媒體場合 基本上在台灣現行環境 不是一個討論是非增加知識的地方 不是 那就是發洩怒氣 你就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那麼生氣 到底是因為他相差27歲 26歲就行嗎 25歲就好一點嗎 然後一直這樣 降到幾歲是可以被接受的呢 當然沒有人討論這個問題 好 那個人行為跟集體行為 個人行為呢 匿名性比較差 因為你做的事情 那現在有這個匿名 有這個行車監視錄影帶 跟行車監視器 跟那個巷口的監視器 長長人肉縮縮 一下子找到人了 那當然也有像那個 總統的這個槍擊案 竟然找不到人 有那麼多錄影監視器 竟然找不到人 這也是蠻神奇的這樣 所以匿名性很弱了 現在越來越弱 然後呢 集體行為 那邊也很強啊 一照一海票人 你們年輕人 大概的髮型都差不多 身高也差不多 穿著也差不多 然後到時候 誰做的事情 不知道 不是我丟的 不是我丟的 全部人都不是丟 那那個瓶子是嗎 自己跑上去的嗎 瓶子說 是我自己要做的 好瓶做事好瓶當 還好瓶子不會說話 責任感非常確定啊 因為就是你做的啊 一個人的時候 集體行為非常模糊啊 誰該負責啊 所以一有社會運動 一出事情的時候 沒有人要負責啊 然後政府那個檢察官 就要找人負責啊 警察就要看 哪一個是為帶頭的 哪一個是什麼 就要負什麼責任啊 不是我的責任啊 我有什麼自由啊 你就大概就吵一吵去這樣 然後性質呢 個人行為個人可以決定啊 集體行為說不是啊 不是我要往前衝 還是後面人往我幫我推啊 你常常可以把責任 推到別人身上 數量呢小的大這沒問題 決策呢一個人很快啊 集體就很慢啊 你要透過民主程序就更慢了 所以這是小跟大的 或者個人行為 怎麼到集體行為 那宏觀跟微觀的問題 這個在所謂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學上 是一個比較哲學性的問題 基本上簡單來講三種立場 一種立場呢 這跟那個剛剛那個 小色跟全人的這個關係是一樣 一種立場認為 宏觀層次是各個微觀層次的總和 那大家都賺錢 那國家就發財了 少數人賺錢 國家會發財就不知道 那就是這個呢 有一種說法叫方法學上的個人主義 個人加累加起來就變成總和 就是這樣的立場 方法學上個人主義 他另外呢 叫做宏觀層次是各種微觀 加上一些特殊的 因為人跟人互動所產生出來的東西 原來兩個人你是你我是我 兩個人後來看上眼了就談戀愛 就出現了你是你我是我還有我們的部分 然後這兩個人過一段時間 然後兩個人分手了 然後又回到你是你我是我 還有我們的不同的回憶的部分 這就是那不同的回憶 或我們的部分就是這個叫 emergent property 或者有的叫做結構效果 structural effect 那你一個人的時候不會有 一群人的時候就會產生了新的神功息 那會出現了新的狀態 各個元素在各自存在的時候不會 元素混在一塊的時候會產生新的變化 這個簡單講是這樣的東西 那第三個呢就是宏觀層次跟微觀層次是兩種性質不同層次 不可一概而論 不可一概而論 這有三種不同的立場 到現在為止沒炒完 沒炒完 所以我告訴你有這三種立場 你不要以為有一個定案 那接下來這種知識分子學術跟政治的問題 只是要舉例角色跟地位 然後那個後來劉邦掌權之前之後 那是我在唸博士班的時候想到了一個表格 所以就把它列下來作為一個年少的時候的回憶 這樣在政權之前之後 就在解嚴之前我想到的 那後來政黨的NT幹嘛 你就看看有些人在以前默默無名 某個政黨上台他就忽然間有了這個 就像我們最近的政府發言人 原來是大學教授 然後在做了最短命的政府發言人以後 又回去學校教書了這樣 為什麼政府官員都可以回學校教書 那讓政府官員可以不好好做 因為我有後路 政府官員他決定要去當政府官員 他就應該不要教書 沒有切斷後路以後 置之死地而後生 他才會好好做 那如果他有後路 那他就隨時可以回來 那這個他大概就不太會好好做 讓你們能重修補修 你就不會好好修 反正還可以補修 讓你這個修不過 如果你就大學閉不了業 你看看你 多少人就一定拼了死命也要過 因為不能大學不能畢業 這事情太大條了 給你後路你就會想說沒關係 今年我沒空明年再修 不給你後路你修不過你就完了 你就你的priority就重新排一下 所以我覺得大學到現在為止 已經縱容你們到一個地步 我個人非常不贊成的 我覺得大學廣開門以後 就應該後門很窄 不是所有人大學進來都可以畢業 你第一年不好好唸 你就不能畢業 就這麼簡單 你就回家吃自己好好想 想完了你再來唸一遍 你再唸不完再來唸一遍 什麼時候你想通了 這樣大學的水準才會保持 不然的話大學沒有水準 每一年越來越差 然後你還要去跟世界競爭 那就是圓木求魚 絕對沒有的事情 那麼好的資質 我們就要繼續保持你 讓你變得更好 所以制度上的設計 是要讓你變得更好 不是讓你從此可以墮落 可以混 混的人不應該在這種 這種學校裡面 有這個混的可能性 你考不過跟一樣時間 你那麼聰明人你考不過 你考不過你自己好好檢討一下 你這是為什麼 你是不是不適合唸這個學校 那我們現在不是這樣 都把你們當小孩看 呵護著你們 所以你們好的人能更好 這不會有差別 這些人不會因為制度的差別有什麼 那那些本來可以變得更好的人 就因為這樣沒有變得更好 因為這個機制讓他有墮落的可能 我們設計一個機制 讓你沒有墮落的可能 你就會變得更好 沒有後路 有的時候是讓我們往前走的一條 很重要的一個制度設計 那知識分子 有規範式的定義 知識分子一定要有良心 那良心怎麼算呢 這種常常有人這樣講 我都覺得那個真的是沒辦法測量 以前台大有一個老師 在一本書上說知識分子必須有這個條件 其他條件都有 還有這個條件 叫自律精純 我都不知道在怎麼去看誰自律精純這樣 我記得很清楚啊 這是大家十幾二十年前講的 知識分子條件必須自律精純 自律精純怎麼怎麼怎麼說呢 誰自律精純 孫老師自律精不精純呢 誰是知識分子 那我寧願相信我不是知識分子 這樣比較好 免得人家說我自律不精純 然後這樣不是自取其辱嗎 描述式的 知識分子就是擁有知識的人 那誰沒知識 誰都把知識分子 有時候分子不好聽 所以現在改成知識人 這也是一個辦法 不好聽 嫌分子不好聽 那分子生物學怎麼辦 你的分子生物學 不好聽 改 什麼生物學 改好聽的 奈米生物學 比較好聽嗎 學術跟政治之間 就是告訴你說 你在上課很多老師 尤其我們社會系的老師 到底他的上課東西 是一種政治還是一種學術 你大概很難搞得懂 尤其在你大一的時候 學術當一種制業 還是政治當一種制業 因為馬斯·菲伯德國社區 有一篇文章叫 學術當一種制業 跟政治當一種制業 我就開始玩這個title 就有人把政治當一種制業 有人把學術當一種制業 有人把政治學術當一種政治 有人把政治當一種學術 官大學問大 他講話就好像很有學問 現在民主時代 很多人喜歡吐官員的潮 這個情況就變得很少 以前我們借人時期開玩笑 官員講話那就是聖職 他官大學問大 現在官大學問大 就是政治當一種學術 他講的就是重要的東西 那現在這個比較不可能 學術當中有政治 老師在校園裡面主張這些東西 哪一天會不會就因為這樣 就被抓去當官了 請去當官了 哎呀 孫教授 你對這個太有研究了 你對這個政府發言人的事情 太有研究 那你是不是現在缺一個位子 你要不要來當 我當然想說沒關係 反正可以不要上課 然後政府發言人 還可以跟學生談戀愛 我去唄 我就去 反正最差我再回來教書 我什麼損失沒有損失 國家有損失我沒損失 國家微信有損失 那政府微信有損失 我有什麼損失 那到時候我是學術當中政治嗎 我的批評就是為了 讓我的長官看到 然後最後把我請去 然後就以專家的身份 然後進入政府 然後搞到一塌糊塗 然後再回來 這已經好多潮都這樣 你現在大一 你慢慢看下去 只要在今年12月22號 我們都沒毀滅 你一定看得到 12月22號我們都毀滅 那瑪雅人就會出來 他告訴我們 我們早告訴你 所以有人說瑪雅人跑哪去 我覺得他們太害羞 因為他們預言的結果 應該不會實現 所以大家都躲起來 所以你現在找不到 瑪雅人的骨骸什麼 怎麼他們就不見 留下他們就不見 太丟臉了嘛 講出一個全世界人都相信 到時候不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到時候你哪人 瑪雅人都被打死嗎 懂嗎 所以全部人都溜了 所以連骨骸都找不到 這是我的結論 有人說被外星人接走了 哪來外星人 別鬧 所以到底是什麼 各位在念書過程裡面 包括講台上這個老師 你都要特別注意 老師只是來傳授你學問 然後希望有一點道德作用 這是我個人覺得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老師 連以身作則都做不到了 那我們老師只是來販售學問 那我們跟商人的差別在哪 同學也要在道德上面自我勉勵 不管你信什麼樣的教 做人好 好做人 做好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小看這個 不要小看這個 小的就是你自己個人的生命 大的來講 我們的社會就要靠著這點力量 我們的社會才有往前進 不然的話大家都墮落了 不要因為一時的經濟不景氣 會覺得自己就這輩子就沒洗完 那輩子很長的 同學 我在你們那個年紀的時候 沒想到我今天會站在講台上 這個樣子 我也沒想到 當時的兩層樓的那個普通教室 會拆成那樣 博鴨館那時候也是兩層樓的那個教室 會現在變成這樣 這都是想不到的 都發生了 我更想不到說 還有手機這種事情 智慧型手機 我現在所有的智慧都在手機裡 老師現在已經沒有智慧了 我像空機狀態 你知道嗎 沒有SIM卡的空機 好 這就是我們大概要講的 大概就到這裡高一段了 你看一個原來預定一堂課 講了兩堂課 我下禮拜看看是不是要上一學期這樣 或者可能有一天 我一定要把課講完 所以你們放寒假了 我還在這邊講 因為沒講完 要錄影 你知道嗎 好啦 先教到這裡 我先教一下 감사합니다 你的天啊 這就是我的天啊 你什麼的天啊 我今天請教你的天啊 你給你喔 不一天啊 我啊 我也是